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防护主委 就是在我们现行的规定 就是你对于这个保险业者 你去投资的话 有146条之一的第三项 还有第四项的这些的限制 那现在呢 你对于这所谓的公共跟社会福利投资 要完全的去放宽 那当然这里呢 引起民间团体的一个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说长照福利法 长照福务法呢 才刚通过 五月的时候通过 那明年要上路 那这里面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台湾非常快的 进入到老龄的社会 所以呢 长照的这个议题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根据统计呢 我们发现说 我们台湾的 就是我们大家躺在机构的时间 到走了要有7.3年 但是呢 在北欧 他们呢 事实上就从躺在这机构 到他离开呢 事实上顶多一个月 他们也要往两个 两个礼拜去迈进 所以显然 就说在我们整个一个 长照的一个 就说现在这些的安养机构 一堆的人 就是把老人丢在机构里面去 那家人也不管 然后呢 事实上我们会看到说 当你一个人整天躺在那里的时候 其实是所有的机能一直退化的 因此你就会看到说 当我一旦送到这所谓的机构醒的去 我每天看不到阳光 我每天就躺在那里 然后一大堆的管子插在我身上 所以呢 我今天身体机能不退化才怪呢 那另外呢 我们又加上各种的医疗 所以呢 让他即使是已经 就即使已经 没有什么功能 但是能来一直用这种所谓的 就人为的方式一直介入 所以你才会看到说 当我们躺在这机构 一直到走的时候 长达7.3年 这样的一个 这么长的时间 那这对我们整个 一个财政的负担 事实上是很大的 所以现在大家的想法就是 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所有的人 能够在地健康老化 所以能够社区的老化 所以希望的是 我能够在家里 或是说能够在社区 我能够是一个小型的 这种类似日照中心 当我还不需要去躺在机构的时候 我能够在这些的社区的这种日照中心呢 我能够去在那里 就是像在家里 就能够在家里 有这种所谓的居家服务等等 我能够在地健康 而且快乐的老化 所以在这里就变成说 我们如何去营造这些的环境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对于这些老龄的 这种所谓的健康的照顾 或是对于这些老龄的旅游 或是老龄的美容 或是老龄的各种的活动等等 我想这个部分事实上是需要 比较多的投资 那如果你要开放保险业者 去投资这方面 我没有意见 但是你今天让保险业者 进到这所谓的长照服务的 这机构里面来的时候 说实在的 这些所谓的小型多功能的 这种日照中心 它是没有利润可图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唯一的就是 所谓的大型的机构 多的床位 那它唯一能够利润在哪里 就是我把这些所谓的照顾者 它的人力呢 把它的薪水降低 所以低薪资 然后多床位 然后让所有的这些的人呢 能够就是一直躺在那里 然后同时呢 就当它有这些的 需要医疗的话 我把它外送到 这所谓的医疗机构去 所以在这里呢 就等于另外的 当我有问题 我就送医疗机构 所以呢 就要另外去吃这健保的这一块 所以今天呢 为什么这个我们要开放 长照机构进来 这个保险业进来 事实上会让我们整个一个长照 长照呢 走向这所谓的大型化的 机构化的 而且把人 就是让了7.3年再更延长 因此这个也就是 民间团体在反对的 在你们想法说 哎呀 我们现在要发展长照 所以呢 我们最快的方式就是 让有几照的这些保险业者 让他进来 然后呢 他们去盖了很多的 这种所谓的 长照中心 安养中心 养护中心等等 政府的责任就解除了 因为现在政府对于长照的这一块 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呢 只想快速 只想就用这样的一个 让这保险业者进来 他这去建了很多的这种 所谓的 这种大型的 或是这种 所谓豪华型的 我们看到不只是德国 不只是日本 韩国跟日本 当他开放盈利市的 进来的时候 整个就造成 这整个所谓的分配不均 然后这种都会型的这种所谓的豪华式的这种 进入的机构 一多 那我们的这种长照 希望能够更细腻的去 去照顾这些老人的东西就长不出来 那我们整个一个长照服务体系就崩盘了 您知道这个严重性吗 委员我可可以给您 30秒回应可以吗 可以 第一个 保险业能不能投资长照机构 决定权不在经管会 是在卫福部 所以长照服务法怎么放 我们不知道 所以今天这个法不是要决定保险业投资长照机构 第二点呢 今天我们只是公共跟社会福利事业 社会福利事业也不是只有医疗保健长照事业 还有其他社会福利事业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导引保险资金 到公共建设跟社会福利事业 弥补政府财政的不足 但是给他一个小小的诱因 就是他有钱投进去之后 让他能够担任一两席的董监事 去了解这个资金的运用情况 所以您关心的事情不会发生 特别跟委员报告 当然你们现在你们是用所谓的渐进式的 你们一直在惊吞蝉食的方式啊 不会啦 我也不做最后的决定 你们金管会呢 你们已经多次修订保险业资金办理专案运用 公共及社会福利事业投资管理办法 所以你们已经逐次的在放宽 受险业者投资 长期照顾服务的额度的限制 第二个你们在今年的八月 在人生保险商品审查 应注意事项里面增定一整张 实物给付型的保险商品 让原本只能够给付现金的这个受险业者 未来也能够给付实物的这个给付 那第三个呢 你们在长照服务法通过之后呢 你们现在持续施压这个卫生卫服务呢 那定定整这个定定配套法规的时候呢 不可以限制受险业者投资 经营各项长期照顾服务 所以事实上你们是一个渐进式的 今天表面上讲说 好长照服务法不会让我们通过 好不会是依照长照服务法 但是今天你让这个保险法通过之后 你想这些的保险业者会告诉你 我们依照保险法我们是可以投资的 你凭什么你长照服务法不准我们进去 所以在这里就变成这两个法案 本身是互相冲突矛盾的 那谁的力量大 当然是这些保险业者 这些财团力量大 那我们今天大家好不容易 才要再去把这些长照服务 大家目前所担心的 就是这些服务建构不起来 那你今天这些所谓的 所谓的职优普及评价的这些东西 你没有建构起来的时候 那你今天我要去讲这个价格 当我今天要求评价的时候 你想这些保险业者能够让你评价吗 他一定叫市场竞争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当然我们是不希望说 你今天把这个法开放了 那就造成一个说 我今天依照保险法 我可以投资 我可以当经理人 我也可以当董监士 你刚刚讲的很好听 只是一两席的董监士 法条放空是完全不适用 是不在此限 哪有什么一两席的董监士 因为他投资金额不见得是百分之百 也许只有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 现在是你的法条的规定 你今天一百四十六条之一 你有限制说你只能够投资 今天这些保险业者 他投资其他的这些的事业 包括这些上市公司 你都限制他的投资额 限制他不能够当董监士 限制他都不能够派经理人 而且不能够有这个所谓的表决权 但是为什么围堵这些所谓的公共 或是这些的所谓的社会福利机构 你是全面的开放 你的资金的投资的额度也不限制 你这里也开放啊 然后呢你这个 你的第三项第四项完全开放啊 所以呢你的投资的额度不限制 董监士的人数也不限制 甚至呢你今天当这个决策权也不限制 然后经理人也不限制 你还说只是当他们小小去当一两个董监士 你去看看你的法条是怎么规定的 法委员是让商业保险能够扮演一个社会安全网的角色 让民众去做选择 我想也不至于一定财团就一定是做的不好 我想给大家一个选择的机会 选择的机会要看看说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样的阶段 我们现在是在建构这所谓的多功能小型的社区式的 让每一个人能够在地老化的这样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方向 结果你这一边这里才要建构 然后你这一边就放了一个让财团大量的进来 那进来之后呢就建这一大堆的这种所谓的豪华的 当然你会讲说要让市场的机制去处理 今天市场的机制就当政府的你的服务 这种所谓的服务出不来的时候 就会变成什么 今天有钱的人他还是很有钱 他可以去住这种豪华型的 那没钱的人呢 他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外劳继续进来 因为呢他们的需求 他也付不起其他的这些的机构 然后呢已经有这种所谓的大型的豪华的这种长照机构 然后呢其他的就是用外劳 所以政府的责任就完全不用了 那我们的长照服务就永远建构不起来 所以我们对像说荷兰的这种所谓的失智老人 这种失智老人村 然后大家这种所谓的在这整个村子里面 然后你仍然像在家里一样的生活 这种非常有人性的这样的一个老人的一个照顾的方式 是完全建构不起来的 今天不要完全都用资本主义的思维 在思考这整个一个长照服务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 不会只有我们女人老 所有的人都会老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能够健康的老化 我们不希望太长的时间去躺在这些长期照顾 这些的所谓的这个机构大型的机构里面 我们也不希望说被医疗化过度的医疗化 我们希望的是说我能够健康的活 那健康的活有很多的周边产业 你要开放这个都可以 因为老龄市场它本身 银法族的市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这个你们都可以去开放 但是对于这长照服务的建构的这一块 我们希望说真的要三思而行 谢谢 谢谢委员指导 谢谢 好我们先请杨丽环委员 杨丽环委员 杨丽环委员不在场 我们先请吕学章委员 吕学章委员 吕学章委员不在场 我们先请邱文彦委员 邱文彦委员 邱文彦委员不在场 我们先请蒋乃兴委员 蒋乃兴委员 蒋乃兴委员不在场 我们先请赖正昌委员 赖正昌委员 赖正昌委员不在场 我们先请张庆中委员 张庆中委员 张庆中委员不在场 我们先请简东明委员 简东明委员 简东明委员不在场 我们先请吕玉玲委员 吕玉玲委员 吕玉玲委员不在场 我们先请李同豪委员 李同豪委员 李同豪委员不在场 我们先请陈欧破委员 陈欧破委员 陳歐破委員不在場 現在我們請林淑芬委員 林淑芬委員 林淑芬委員不在場 我們現在請潘維剛委員 我們現在請潘維剛委員質詢 主席 是不是可以請張部長 是張部長請 潘維好 部長好 我想部長從今年 我跟您交換意見以後 其實您對於 真的讓民間參與 我們國家的重大公共投資 其實您是非常支持 我想這一點我也非常的感佩 因為我一直覺得 我們一定要把柄做大 因為柄做大 將來才會有願景跟希望 那因為政府的財政 的確我們這個稅制 雖然我們有擴大健全財政 這個方案等等 但是這個實際上稅收還是有限 雖然做了很多的一些幅度的調整 那但是呢我想在政府的這個整體的預算沒有辦法大幅增加的同時也不願意舉債 因為這樣對於整個國家的財政也會造成一些這個不安定啊 但是呢我覺得如果鼓勵民間一起來參與或者外資 因為我們現在外資投資台灣的比例也太低了 那我想這是一個我們共同的希望 我想在這段時間裡面我們也開了很多的這個專題啊 但是修法我覺得是一個途徑 但是有些東西其實部長也知道不必修這麼多法 有些東西也可以進行 但是因為我看到促參司我們現在的這些案子當中都很小太小了 所以呢當時這個部長您也知道毛院長啊也同意將我們第三行站啊能考慮讓他證券化 所以我們已經編了七百多億但如果不要用政府直接的資金 實際上這個資金可以做更大的運用 所以呢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方向 那還有一個呢因為當時我們也原來我覺得是不是高鐵 我們可以把台灣整個把它環繞起來 但是我們發現高鐵並沒有做這樣的計劃 所以在經過我們討論之後呢 我們發現實際上鐵路要升計劃原來是一個十年期的計劃 像如果透過民間參與 資金比較不是壓力的同時可能可以縮短它的一個這個行程啊 可能五年就可以做好了 所以我想這兩個方案呃一個可能是五千億一個是一千億左右 是個比較大型比較有象徵性的啊擴大 因為我們現在整個公共投資的預算基本上一致雖然比去年有增加 但基本上我們的政府投資一直是負一直是負的啊 負成長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未來 部長是不是可以結合行政院還有各單位去思考 這我只是建議啦 你們還是可以考慮其他的重大投資能作為將來我們鼓勵民間共同參與的這樣的一個重要方向 首先對委員長期關心引進民間資金投入共共建設的這些關心 然後呢對我們的相關法案的修正的用心表達敬佩 那第二個委員關心的剛剛那幾個案子啊 我們從交通部得到的訊息 像航下大樓那部分啊 會由桃園機場桃機來投資 但是綜合大樓他們評估會由民間來投資 那至於台鐵的部分可能再請交通部再來看看有沒有可行性 但是這個方向我想是非常正確的 是好 謝謝這個部長 其實因為我覺得在最近 因為從今年您也知道我們從四月看到從第一季 我們進出口雙衰退之後 一直到現在為止 這樣的一個現象一直沒有改善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呢 當然我覺得行政院壓力很大 希望儘快來做一個突破 但是呢我覺得再加上全球化 還有很多指標在這樣的一個階段上 的確值得我們大家一起來關注 因為這個實際上是瞬息萬變 那但是呢面對全球性競爭 而且大家都在做這樣的一個這個體質 這個相對應的措施的時候 我想我們不能輸在這樣的一個政策上 所以我在這裡呢也期盼部長能夠多多的來支持 是好不好 是 好謝謝部長 好謝謝 那我想因為這個 我請那個我們的黃副主委 是黃副主委 黃副主委 黃副主委 好 那我想基本上啊 這個我也覺得就是說 當然很多事情這個副主委也說了 當然我們立委有一些擔憂 但是呢我們怎麼樣 因為其實並沒有 如果這個衛福部不放 長照根本也放不進來 是不是現在目前都還不可以嗎 當然了大家的擔憂 我想我們可以一起來共同探討 但是呢我覺得的確啊 這個原來這個不是在我們今天討論範圍 但是呢你想現在我們平均的 這個大家躺在床上的時間竟然是七點三年啊 那北歐大概是一個月 甚至要朝兩個禮拜來這個推動 所以呢我覺得其實在我們高齡化的時代裡面 我們政府啊對於啊對於整個生命的價值啊 我覺得我們是一起應該共同來思考的一個方向啊 是 並且呢因為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現在我們這個我也很支持 我們楊玉欣委員啊一直推動的 病人自主權利法啊 是 因為我覺得如果提前能自己做主 來決定自己的一個生命的方向跟價值的話 我覺得也會減少不必要的這種醫療上的這種支出啊 然後呢把這個有效的資源能夠留給我們的子孫 跟我們自己的國家啊 那我想這些都是一個可能是面對一個新的思考 但是呢我想對於這個這樣的一種方向啊 其實也是這個我們大家可以一起來面對的 是 那我們希望待會兒大家可以理性一起來看一下 這樣的一些條文好不好 謝謝 謝謝委員指導 我們現在請增據威委員 時間五分鐘 謝謝主席主席麻煩幫我請張部長好不好謝謝 我們請張部長 他故意閃避我啊 不好意思這個這個這個沒休息讓大家辛苦了啊 您要不要先問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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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要不要先問那個黃副主委 您要不要先問那個黃副主委 不用 OK 部長慢慢來 好 我們現在請張部長 不好意思 部长好 部长 其实今天看到几份财经的报纸 头条新闻 其实都是有关于您说的一段话 这段话其实是我们上个礼拜 在咨询的时候 我们有特别提到的 就是我们综合所的税的扣除额 应该怎么样来做一个更合理的改善 部长你没有发现 你的一句话 其实是很有震撼力的 这其实就是政务官 行政的政务官本身 对于国家政策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力 所以我看到这个以后 我其实非常非常的有感触 我上个礼拜在这边也特别提到说 你能够对这个问题给予关注 我当然很开心 也很祝福 希望我们的确有成功的这一天 但是今天看到这些头版头条的消息以后 我的感触是 最近刚好 我们几个政党的不分区的委员的名单都公布了 社会有各种不同的评论 国民党的不分区的名单公布了以后 大家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就是 这一届现任的不分区的委员 是不是太缺乏战斗力 部长你觉得我这四年 是不是不够战斗力 你没有上台去霸占主席台 这些战斗都没有了 所以我要趁这个机会 跟这个问题连结在一起 跟部长做一个清楚的说明 让社会大众知道什么叫战斗力 来麻烦一下 在我的解读上战斗力 肢体的暴力是一种 这个是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名嘴护航是一种 这个其实如果部长你了解 我在还没进立法院之前 其实我的战斗力是很强的 在媒体上 但是因为我现在担任立法委员 我觉得我应该扮演好 我们自己立法委员的工作 所以我不再上媒体 去做这种巨炮式的发言 最重要的是政策品质的提升 我觉得不分区的委员 虽然他代表的名义 在这个立法院的殿堂上 但是他更重要的是 帮助执政党的行政单位 在做各种政策或制度更迭的时候 用他的专业来帮助我们的政策 能够更加的对国家社会 真正是一个进步的象征 我觉得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我解释成战斗力是解释成这样 很可惜我觉得社会大众 或者是某些人士 对战斗力的解释是过于狭隘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 是一种委屈 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羞辱 接下来我要跟部长报告的是 今天这个消息一出来以后 居然有人决释成这是叫减税法案 是部长你在送大礼 部长这个要澄清 对不对 我只是很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让部长看 我们如果看现在的扣除我的制度的话 你看我们这几年 从95年到100年 我们居然还有零零星星的将近十几个人 是可以所得高于400万 但他一毛钱都不用缴税 这是什么制度 如果我们看他的这个数字 你就知道为什么导致这个结果 是因为他的扣除额没有限制 所以扣除额大于他的所得额 即使他上千万的所得 他的扣除额可以扣除超过1000万以上 所以他不用缴税 这样的数字让民众看到 他做何感想 这个其实是我们要改变这个制度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部长你要把这个数据大声的 透过你那么有影响力的 这样一个说法 让社会当中知道 我们做的事情 不是减税送大礼 不是为了选举 我们做国家社会进步 应该做的事情 对不对 这是最重要的 正确 好那也因为这样 接下来我就跟部长特别报告一下 我提的这个建议您知道吗 是 这或许有一些数据上 或者是标准上可以有做讨论 但是部长 我真的很希望 即使我毕业了 在你还没有毕业之前 我们认真的思考 这个制度 我们应该怎么建立 好不好 我要再次强调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要再表示一下我的战斗力 为了提这个案子 部长 我经历了多少的过程 没有人知道 我要表示我的战斗力 第一个 所得税法15条和17条 就这样是我提的 对不对 是 部长知道 是 我同样的机制 在15条提的时候 没有被接受 我努力的去做协商 部长 你那时候的一句话 不要恒生之节 因为那时候 我们的重点 是在让夫妇的所得 可以完全分开 对不对 所以你告诉我 不要恒生之节 判恒生之节 所以我这么好的 同时间的机制的建立 没有被采行 所以因为15条没过 我就赶快把它换到17条去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17条 我提的休战案的主要的原因 部长 我应该努力过了 对不对 是 第二个 我私底下在总咨询的时候 几任的院长 我执行的市值 都把这个机制 透过总咨询 告诉院长 这对我们国家税制的重要性 做了四次 三次在江仪化 一次在毛治国 我努力了 第三个 我私底下在毛院长 当副院长的时候 江仪化当院长的时候 因为他负责财经 我私底下去拜见他 请求他说 了解了我这个制度的原意 对国家社会的重要 解释给他听 请他能够帮忙 我们去沟通的时候 财政部还派了 副税署的官员 一起到那个地方 后来因为是 由薛奇政务委员 来做主导 有一天他电话给我说 你的意见虽然很对 我们也很支持 但是点点点 没成 部长 我努力过了 第四个 我们在财政部副税署 我私底下请他们来我的办公室 谈到两次 包括署长 包括组长 沟通那个观念 我就希望能够争取他们的支持 因为我们都是从专业 为国家社会考量 第三个 财委会的执行已经N字了 我已经对这个问题 表达过很多很多意见 希望部长能够支持 更重要的是 15条的时候 台联提出了反对意见 我还私底下就跟台联协商 希望他反对的 虽然是夫妇的那个内容 那个分开所的内容 但是我希望可不可以 趁这个机会 我们共同支持 把这个机制建立起来 最后在卢秀苑 卢委员的 当主席的协商会议 没有通过 部长 我有没有战斗力 也许我没有战斗力 但是我有辛苦的劳力 我的专业良心 我没有对不起 我们现在看不分区的委员 战斗力是用这种方式看的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很不公平 委员 容我讲一句话 你心就会平下来 是 我引用圣经传道书的一句话 你就会心平气和 万物皆有定时 栽种有时 收割有时 我了解你的意思 天时地利 万物皆有定性 都要具备的时候才会成功 所以我今天 其实你看起来我很激动 其实我还好 我跟你讲 圣经的话我也懂 但是我只是要趁这个机会 让所有的社会大众知道 真的 我们每一个人在各自不同的角色 努力的扮演 我们不要任意的去批判 在没有充分讯息的状况之下 去做无错的批判 最后我要跟部长报告的就是 请不要说不分区的委员没有战斗力 好不好 我觉得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 其实是我们所有的委员 在这个会期上共同努力 我们希望看到的 社会真正的 会收割有 你的栽种收割会有 当然我最关心的还是我们这个案子 希望在部长的努力之下 我们可以顺利通过 谢谢 我们现在今天登记发言的委员 都已经寻答完毕 我们先做以下决定 报告及寻答完毕 委员潘维刚所提书面补充资料 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并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书面答复 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 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 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 请于一周内送交各相关委员 我们现在接下来审查讨论事项 及处理提案 一请议事人员宣读财团法人 金融研训院财团法人 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 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 财团法人保险安定基金 财团法人证券投资人 及期货交易人保护中心 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 及财团法人金融消费平易中心 105年度预算书案 之审查项目及提案 共8案 也请议事人员分别宣读 保险法修正草案4案 处参法修正草案2案 之修正条文内容 宣读第一案 审查财团法人 台湾金融研训院 105年度预算书案 1 工作计划部分 请参阅第4至第18页 请大家先用参 招案通过或因依据业务总收支 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 随同调整 2业务收支部分 参阅第19至第22页 第49页第52页 第67页 1业务总收入5亿2218万8千元 2业务总支出不含所得税费用5亿2176万元 3税前剩余42万8千元 3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 请参阅第68页 795万3千元 4资金运用部分 请参阅第22页第50页 照案通过或因依据业务总收支 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等项之审查结果 随同调整 审查财团法人 汽车交通事故 特别补偿基金105年度预算书案 1工作计划 请参阅第4至第21页 照案通过或因依据业务总收支 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 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 结果随同调整 2业务收支部分 请参阅第21至第25页 第32页第35至第43页 1业务总收入5亿3459万元 2业务总支出5亿4079万7千元 3本期短处620万7千元 3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 参阅第44页 180万元 4资金运用部分 参阅第25页第33页 照案通过或因依据业务总收支 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等项之审查结果 随同调整 审查财团法人 住宅地震保险基金105年度预算书案 1工作计划部分 请参阅第3页 至第13页 照案通过或因依据业务总收支 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 随同调整 2业务收支部分 请参阅第13页至第14页 第19页 第23页至第29页 1业务总收入39亿6688万2千元 2业务总支出35亿6598万9千元 3本期剩余4亿89万3千元 3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 参阅第30页22万1千元 4资金运用部分参阅第14页 第20页 照案通过或因依据业务总收支 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等项之审查结果 随同调整 审查财团法然保险安定基金 105年度预算书案 1工作计划部分 参阅第3页至第7页 照案通过或因依据业务总收支 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 随同调整 2业务收支部分参阅第7页至第9页第15页 第19页至第26页 1业务总收入295亿9940万6千元 2业务总支出292亿2643万8千元 3本期胜于3亿7296万8千元 3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 参阅第27页445万6千元 4资金运用部分参阅第9页第16页 照案通过或因依据业务总收支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等 向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 审查财团法案证券投资人及其货交易人保护中心 105年度预算书案 1工作计划部分参阅第3页至第5页 照案通过或因依据业务总收支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 及资金运用等向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 2业务收支部分参阅第5页第11页第15至第18页 1业务总收入1亿852万5千元 2业务总支出1亿852万5千元 3本期剩余0元 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 参阅第19页450万5千元 4资金运用部分参阅第5页至第6页第12页 照案通过或因依据业务总收支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 等向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 审查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 105年度预算书案 1工作计划部分参阅第5页至第12页 照案通过或因依据业务总收支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 及资金运用等向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 2业务总收支部分参阅第13页第25页第28页第37页 1业务总收入2亿6,964万元 2业务总支出刮户办所得税费用2亿6,964万元 3税前剩余0元 3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 参阅第38页第115页第115页 4资金运用部分参阅第13页第26页 通过因依据业务总收支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 等向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 审查财团法人金融消费平均中期105年度预算书案 工作计划部分参阅第2页至第11页 照案通过或因依据业务总收支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 及之应用等向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 2业务收支部分参阅第11页至第12页 第17页第20页至第24页 1业务总收入1亿5246万8千元 2业务总支出1亿5147万9千元 3本期剩余98万9千元 3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 3月25页78万元 4资金运用部分参阅第12页至13页18页 照案通过或因依据业务总收支固定资产制建设改良扩充 等向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 现宣读第二案 宣读行政院版及委员提案保险法部分条案修正草案 委员吕玉琳等17人提案第21条保险费 分一次交付及分期交付两种 保险契约规定一次交付或分期交付之第一起保险费 因一去约生效前交付之 但保险契约签订时保险费未能确定者或交付方式有期约定者不在此限 委员吕玉琳等17人提案第34条 保险人应于药保人或被保险人交其证件文件后 于约定期限内给付赔偿金额 无约定期限者应于接到通知后15日内给付之 保险人应可规则于自己之事由 自为在前项规定期限内为给付者 应给付迟延利息年利10% 但今法院判决或和解而言此给付者 应给付延迟利息年期20% 委员姚文志等17人提案第107条 以未满15岁之未成年为被保险人定立人寿保险契约 其死亡给付于被保险人满15岁之日起发生效力 被保险人满15岁前死亡者 除伤账费用之给付或返皇投资型保险 专设账户之账户价值外 其余死亡给付部分无效 定立人寿保险契约时以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 致不能辨识其行为或欠缺其 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为被保险人 除伤账费用之给付外 其余死亡给付部分无效 本条所称商账费用之保险金额不得超过 遗产及证与税法第17条有关遗产税 商账费扣除额之一半 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 与其他法律令有规定者从其规定 行政院提案第143条之三 安定金付办理之事项如下 一对经营困难保险业之贷款 二保险业应经营不散同业进行合并或 承受其契约至遭受损失时 安定金付得益于低利贷款或电支 并就其电支金额取得 对经营不散保险业之求偿权 三保险业一第149条第三项规定 被接管勒令停业清理或命令解散 或经接管人一第149条 第二项第四款规定向法院申请重诊时 安定基金于必要时应 待该保险业垫付药保人被保险人 及受益人依有效契约所得为之请求 并就其垫付金额取得 并行使该药保人被保险人 及受益人对该保险业之请求权 四保险业一本法规定进行重诊时 为保障被保险人权益协助重诊程序之 迅速进行药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 除提出书面反对意见者外 视为同意安定基金代理其出席关系人会议 及行使重诊相关权利 安定基金执行代理行为之程序 及其他应遵行事项 由安定基金定之 报请主管机关被查 五受主管机关委托担任监管人 接管人清理人或清算人职务 六经主管机关何可承接 不具清偿能力保险公司 至保险契约 七财产保险业及人身保险业 安定基金提拨之相关事宜 八其他为安定保险市场 或保障被保险人之权益 经主管机关核定之事项 安定基金扮行前项第一款 至第三款及第八款事项 其资金动用时点范围 单项金额及总额之限制 由安定基金拟定 报请主管机关核定 保险业与经营不散同业 进行合并或承受其契约制 遭受损失 依第一项第二款规定 申请安定基金电支之金额 由安定基金报请主管机关核准 主管机关与安定基金 办理第一项第七款事项 时得是其需要提供必要之保险业 经营资讯 保险业与安定基金 办理第一项第七款事项时 与安定基金报请主管机关核可后 应以安定基金规定之档案 格式及内容 建置必要之各项准备金 等电子资料档案 并提供安定基金认为 必要之电子资料档案 安定基金得对保险业 办理下列事项之查核 一提拨比率正确性及前项 锁定电子资料档案建置内容 二自由资本与风险资本比率 未符合第143条之四 规定保险业资资产 负债及营业相关事项 监管人接管人清理人 及清算人之负责 负责人及职员依本法 执行监管接管清理清算业务 或安定基金之负责人 及职员依本法 办理电子或垫付事项时 因故意或过失不法 侵害他人权利者 监管人接管人 清理人清算人 或安定基金 应付损害赔偿责任 前项行情 负责人及职员 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 监管人接管人 清理人清算人 或安定基金 对之有求偿权 第146条之五 保险业资金办理专案运用 公共及社会福利事业 投资应申请主管机关核准 其申请核准 应具备之文件程序运用 或投资之范围限额 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资 前项资金运用方式为 投资公司股票时 其投资之条件及比率 不受第146条之一 第1项 第3款规定之限制 第1项资金之运用 准用第146条之一 第3项及第4项规定 但办理公共及社会福利事业 投资者不在此限 第147条之一 保险业专营 资保险业务者 为专业资保险业 不适用第138条 第一项第143条之一 第143条之三 第144条第一项 及第148条之一 第5项规定 前项专业资保险业务 财务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定之 第148条之一 保险业 每届营业年度终了 应将其营业状况 连通资金运用情形 做成报告书 并同资产负债表 选意表 股东权益变动表 欠金流量表及 盈余分配或亏损拨补之议案 及其他经主管机关指定之项目 先经会计师查证签证 并提经股东会或 社员代表大会承认后 15日内报请主管机关被查 保险业除依前项规定 提报财务业务报告外 主管机关并得是需要 令保险业于规定期限内 依规定之格式及内容 将业务及财务状况 汇报主管机关或其指定之机构 或提出账簿表册 传票或其他有关财务业务文件 前两项财务报告之编制准则 由主管机关定之 为健全保险事业发展 及保障被保险人权益 主管机关得指定第二项之机构 办理精算统计 汇率离定 保险犯罪防治与保险业一 第二项规定汇报之业务及财务状况之分析 及其他相关业务 前项所需经费由各保险业者提拨 其提拨比率 由主管机关审着第143条之一 第三项安定基金之提拨比率 办理前项业务之需要 及保险业者之负担定之 第168条保险业违反第138条 第一项第三项第五项或第二项 锁定办法中有关业务范围之规定 处新台币90万元以上450万元以下罚还 保险业违反第138条之二 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七项 第138条之三 第一项第二项或第三项 锁定办法中有关赔偿准备金提存额度 提存方式之规定 处新台币90万元以上450万元以下罚还 其情节重大者并得废止 其经营保险经信托业务之许可 保险业违反第143条规定 处新台币90万元以上450万元以下罚还 保险业违反第143条之五 或主管机关业第143条之六 各款规定所为措施者 处新台币200万元以上 1100万元以下罚还 保险业资金运用有下例行刑之一者 处新台币90万元以上450万元以下罚还 或勒令测换其负责人 其情节重大者并得废止其营业执照 一 违反第146条第1项第3项第5项第7项 或第6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专设账户 管理保存及投资资产运用之规定 或违反第8项锁定办法中有关保险业 从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条件交易范围 交易限额内部处理程序之规定 二 违反第146条之一 第1项第2项第3项或第5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投资条件投资范围内容及投资规范 自规定或违反第146条之5第3项准用 第146条之1第3项规定 三 违反第146条之2规定 四 违反第146条之3第1项第2项或第4项规定 五 违反第146条之4第1项第2项或第3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投资规范或投资额度之规定 六 违反第146条之5第1项前段规定 同条后段锁定办法中 有关投资范围或限额之规定 违反第146条之6第1项第2项或第3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投资申报方式之规定 八 违反第146条之7第1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犯款及其他交易限额之规定 或第3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决议程序或限额之规定 九 违反第146条之9第1项第2项或第3项规定 保险业1第146条之3第三项或第146条之8 第1项规定所为之放款 无时足担保或条件优于其他同类放款 对象者其行为负责人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拘役得病科 新台币2000万元以下罚金 保险业1第146条之3第三项或第146条之8 第1项规定所为之担保放款 答主管机关规定金额以上 为经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之出席或出席董事事分之三以上 之同意者或违反第146条之3第三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放款限额放款总余额之规定者 其行为负责人处新台币200万元以上 1000万元以下罚还第171条之1 保险业违反第148条之1 第1项或第2项规定处新台币60万元以上 第1项规定违反第148条之2 第1项规定未提供说明文件供查月 或所提供之说明文件位依规定记载 或所提供之说明文件记载不实 处新台币60万元以上或60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还 保险业违反第148条之1 第5项规定未依限提拨经费或拒绝缴付 或违反第148条之2 第2项规定未依限向主管机关报告 或主动公开说明或向主管机关报告 或公开说明之内容不实 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罚还 保险业违反第148条之3第1项规定 未建立或未执行内部控制或集合制度 处新台币60万元以上600万元以下罚还 保险业违反第148条之3第2项规定 未建立或未执行内部处理制度或程序 处新台币60万元以上600万元以下罚还 宣读委员林淑芬等18人 拟据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部分条文修正条案 第三条本法所称公共建设 指下列公众使用且促进公共利益之建设 一交通建设 二共同管道 三环境污染防治建设 四污水下水道 自来水建设 五水利建设 六卫生医疗建设 七社会及劳工福利服务 八文教建设 九电业建设 十运动建设 十一新市政开发 十二工业商业及科技建设 十三农业建设 本法所称重大公共建设 只信只重要 且在一定规模以上之公共建设 其范围有主管机关会商内政部 财政部及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资 第四条本法 所称民间机构 只依公司法设立之公司 或其他经主办机关 核定之施法人 并于主办机关签订参与公共建设 之投机契约者 前向民间机构 有政府公民事业出租或资助的 其出租或资助不得超过 该民间机构资本总额或财产总额百分之二十 第一项民间机构有外国人持股者 其持股比例之限制 主办机关得是个案需要 判定删除五十万并冻结两百万 对这部分是不是可以先说明一下 跟委员报告一下 那个我们执行率应该到八成 应该是没有不到六成 第二个它所谓的业务费用跟宣导 其实包括地区调节委员会 还有一些训练还有跟警管 这些都有做 所以特别跟委员报告 那个您看到那两个报纸 其实只是一小部分 大部分的权都放在 跟一般的民众的沟通跟宣导上面 是有做 我们因为这个车祸的发生 要跟地区有时候跟调节委员会很有关系 做不到台湾各县市 调节委员会去做沟通 那还有透过警网这种 大家比较信任的媒体去做宣导 所以特别跟委员报告 绝对我们是有充分去做的 是不是可以 看委员是小一点 基本上交通速度特别补偿基金 这个基金的崩冷 真的要检讨 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基金 可行性评估报告中具体说明不采计理由 这不是说大家不需要这个基金 所以你要去宣传 让大家来懂得运用这个基金 依旧民间参与该公共建设 依该报告书评估内容上 行有一亿二 公厅会签议或反对意见 微服理由或守护理由 险不合理或避重就轻 可行性评估报告有前向锁列情形 如果参业的话那些小报我都没办法生存 民间团体得以书面检据理由 申请如果强制机构责任保育选法 无过失所认可妈妈知道 200万就是有这个基金在做 但是补偿之后 如果造试者他没有投保 我们就必须代位求偿 做求偿业务 所以我说代位求偿的功能现在非常有限 有 我们有在做 求偿比率大概三十几 我懒得在哪来 代位求偿的绩效非常怕 你知道吗 报委员 其实有提高了三十多 因为跟委员报告 补偿是无过失责任 可是求偿是过失责任 所以必须要 而且那些求偿都是近期的弱势者 所以有的时候也要考量一些人情 所以我说你 特别补偿基金 你代位求偿 增建并为营运 这功能不张 真的绩效不好 那你是相对的 要大家重视你这个补偿基金存在的 这个价值 所以要做广告 这个有点本末导致的问题 而且你的这个媒体 现在 你用一些钱来做这个网络免费的 土地法第25条 其国有财产法第28条之限制 第一项所称 用团体等等 像你这个基金都可以 在LINE申请官方 官方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官网 那都免费了 你不懂得去利用 因评估下列事项 委员这部分您指示的很对 我们来加强 您可以发挥功能 积建营运及益卷 二 公共建设所提升 甚至可以减少的 你要去努力 我了解 这部分我们会努力 不过调节委员会 这种面对面的 还是需要 这边跟委员报告 五 他们调节的问题 分担风险 风险分担时 为公共建设资公共利益 而进行契约变更制要件 十三规划设计 或执行部府公共建设目的 职资处理 私工或经营不善实资处计 另外就是说 警政单位他们有交通警察 有一些专职 但他们每年局训的时候 会邀请我们去做一些宣导 因为你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 并就公共利益资 捐损设计 实施评估并公告 第四条公共建设所需用 第四条都市计划变更 主办机关因协调都市计划 主管机关因都市计划 主管机关因都市计划法 第四条都差不多有 没有没有 因为我们也是普遇使用变更 主办机关因协调区 计划主管机关因协调区 计划法令办法变更 前向主重大公共建设案件 所需用定依法办理環境影响评估 实施谁图报实施 助理与维护者因一都市计划法令 及区域计划法令 办理平时延续或必行审查 第四条公共建设所需用 地位市有土地者 有主办机关或民间机关 与所有权嫌疑架架架不成 且开出地市有局办政府规划 这重大公共建设所必须的 都有主办机关因法办理征收前向 都有主办机关因法办理 建设土地入委 国防交通水利公共卫生 或环境保护事业因公共安全 及需使用者得有主办机关 依法进行办理征收不受前向 协议架构程序 限制主办机关 我建议 请办理联合开发 委托开发合作经营支出租 设定地上权性通或使用土地之 成立金或租金出租方式 提供民间机构开发 新建营运不受国有财产法 第28条集地方政府之公产 管理法之限制 等法施行前去征收取得 公共建设用地 得依前向规定之方式 提供民间机构开发建设 不受国有财产法第28条集 地方工产管理法令之限制 征收土地之出租 及其色电地上权益 前调第一项及第二项 我前面有一段话 就是要先加强那些措施 民间致请规划申请参与公共建设 者不适用前五项規定 第18条 民间机构新建公共建设 需穿越公有私有 土地之上风或地下出 其他法律令有规定 民间居委员土地管理机关 或所有权益就其需用之空间范围 协议设定地上权 取属公有土地而协议不诚实 所有民间机构 报警主办机关核准行政院核定 不受土地法第25条 国有产产法第28条 及地方政府工产管理法令之限制 其属失有土地而协议不诚实 准用征收管理规定取得地上权后 租用民间机构使用 其租金优惠准用第15条 第一项及第二项之规定 前向土地因公共建设路线之穿越 致不能相当使用之土地所有人得 自私行之日期该行运后 一年内向主办机关宣请 征收土地所有权 主办机关不得拒绝其征收补偿地价 依第16条规定定的扣除原设定地上权 取得之对价后补偿之 其所增加之土地费用 因进入公共建设成本中 前往向土地上空或地下使用之程序 我知道 我想完全同意 我理解 遵守补偿登记及审核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 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 机关会同内政部定之 第27条删除 第29条公共建设尊诚委员会 主办机关建设计划 与相关补贴利息及投资建设方案 报寻行政院核定 其位是 很多代位求偿对象都是弱势民众 所以跟他的求偿 也要很慎重 是跟委员 遵守预算程序办理 第30条 主办机关是公共建设 资金融通之必要的 洽金融机构或特种基金 提供民间机构中长期贷款 但主办机关提供融资保证 或其他措施造成 主办机关承担或有负担者 提报各该议会或立法院审议通过 第31条 金融机构对民间机构提供 用于重大交通建设之贷款 系配偶政策 并报警中央金融主管机关核准者 其凑性额度不受银行法 第33条之3 及第72条之2之限制 那我们就这样 我们就把他冻结十分之一了 好吧 十分之一然后来不专报告 好 那我们看第二案 那我们看第二案 那个住在地政保险基金 但其连续亏损两年以上者 其应提因应计划 并充分揭露相关资讯 第34条 民间机构依法 办理股票公开发行后 为致应公共建设所需资资金 与营运期间 发行指定用投资公共公司赛事 不受公司法 第247条 第249条 第2款及第250条 第2款之限制 但其发行总额 因今政政主管机关 征语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同意 第35条 民间机构在公共建设 新建与运行间 因天然灾变而受重大损害时 主办机关 因会商中央金融及有关主管机关协调 金融机构或特种基金提供 重贷贴难灾害付救贷款 第41条 之一 计投资契约应可规则 因可规则与民间机构之事由 而终止者 其以依第36条至第39条规定 减免税 或其股东以依前条规定 抵减之税额应与追缴 且向追缴之范围基准作业 及其相关规定之办法 由传选部定制 按照这个编制 第13条规定所经营支付属 也不是用本仓制规定 第45条金平定为最优秀案件申请人 可是你的薪资才3600多万 都是800多万来 可是这800多万不是多出来 这包括了退休准备 我们要提累退休准备 我们要劳健保等等 有很多相关的人事费用 是在这个费用里面支付 新资加之3600万新资再加 那些其他费用总共是4千400多万 那你现在减掉500多万的话 那我现在 我差也拿去 提了一关退休准备 一关一关不安 就来一关要劳健保 就没有办法 这个不能减 人事会不能减 第46条 是人事会不能减的问题 如果人眼都不能动 那人费就不能减 如果跟你三一事 你就去动人事嘛 那问题是人事现在的 现在的补承跟它的功能 合理吗 我们实际上 我们实际上一直在 我们这个 基本上在我们的稿里面 有一个东西是 我们的用人会用 有没有在减少 说实在我是 为什么对住宅地震的这个保险基金 还没有意见 那还没去研究你知道 这一件事起来 提出规划构想的 今主办机关出宅过后 依出宅结果 被聚第一项资文件 由主办机关一第四条 第一项规定办理评测 那个家庭经济差的 就永远要忍受 基础環境不良的日子 如果有保险 有钱人有保险 他用到的机会不多 没有钱人他也有保险 他用到的机会多 这个时候万例地震的话 他就可以修复他的房子 总体上是这样的功能 但是现在功能不脏啊 主办机关等于公立很脏 公立很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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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立即是 因为一官业安委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给我时间 我去跟你详细介绍一下 我们台湾的地震选的制度 那我们现在台湾的地震选的制度 实际上 并不是在照顾这个 有钱人 而是在照顾肉赤 所以我们也有的 我们不是在照顾肉赤 所以我们的那个 我们是一个政策型的保险 因为是政策保险 所以我们的这个 保惠是相当相当的低 如果说我们是商业性的保险的话 一般老百姓是保不起的 所以我们一个政策性的保险 那我们现在在整个 整个的这个推广呢 的这程度呢 全台湾的800多万户里面 有老百姓是有投保的 那这个改成 改成年始提案 以后 民间机构 我马上在那里 看当时是让我给你报告 我跟你报告 所以要让大家知道 你这个基金的功能在那里 应该怎么改善 不要 台湾地震贫环 我看到了太多的房子 没办法修 内风不算 这很多家有内风不算 为什么不有其他希望 那如果有保险就可以解决啊 为什么要让大家 技术平均了一场 我们也是很激励在推 可是有人对老百姓是 没有一定的时候 他是不保险的 那我想去请陈总长 再去做一个说明 你给我时间我来跟你报告 这个地质检的制度 没有 你现在那个 就是说你们是一个基金嘛 那基金这么多人在做什么 我们有做很多事情 因为我们基本上呢 我们其实是一个债保机构 我们是个债保公司 所以一般的产检公司呢 把招揽到的这个保险 要债保到我们这边来 那债保到这边来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各种的危险分散出资 例如说 我们也要再保到国外去 然后呢 我们这个业务之外呢 我们的每年的 我们像我们今年的这个债保 我们的保险户呢 总共有260几万的户 所以我有260几万的户 所以我有260几万的这个 投保户的话 我业务是非常完盲的 然后我要面对国外的这种债保 然后呢 我们另外呢 还有这个金管会互与我们的任务 就是说我们的宣导 我们要去做地震黄灾的各种宣导 让老百姓维持这个灾备 这个灾备 这个地震灾害 地震的发生地震怎么避灾 怎么减灾 怎么降低 其相关事项之外 还有中央目的事业务管机关定支 你们这个宣导 宣读委员班维刚等16人 好我待会再下一个预算 我们还有筛 给话好不好 那人士们我们先给他好了 因为人士没办法 将来再看看 就不予处理 好我们先看第三案 第四案 我们两案病案 好不好 一个是卢委员的提案 一个是徐委员的提案 大家请看一下 就是刚才住宅地震保险基金 它有关业务费用的部分 宣传费的部分 好不好 我要跟各位委员报告 我们的这个业务宣导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法定上 我们就有这个任务 那么特别这个是这个 基本会的要求我们 要对有一关地震 地震的发生 地震发生的时候 我们怎么避震 因为地震发生 这个地震发生完之后 我们就怎么去降低我们的融卷等等 那么我要跟各位委员报告 过去呢 我们在各个各级学校 从大专业校 高中 中学到公民学校 我们都有在做这个 每年呢 都做几百个厂次上的这个 冤导 那么我们在经营的时候 我们在今年的时候 我们特别针对现在的现况 我们其实来有做改变 第一个改变是 就有的这个 各国学校的宣导 我们的地方为止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跟各级地方政府 比如说我们今天跟 嘉义市政府 跟台东县政府 我们合作 由我们来办这个 减灾的各种活动 譬如说做比赛 或者是这个画图比赛 然后全面性的 来推广这个 这个动作 我们就把他三多好吗 三多好吗 三十万好不好 三十万好不好 好 三十万 如何去 如果这个黄政政策的问题 如何提高大家 参与地震保险的意愿 这个黄政的地位会是 你帮内政部 迎接手机做先团 莫名其妙 好 好 好 来主席 好我们就三三十万 就病案 三四案我们病案 然后删三十万 诶 你看 你看那个 这个 儒委员要删九十五万 那我一百万 五十万 OK 五十 好 那就删五十万 那我们先看第五案 保险安定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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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跟各位委员报告 就是公關費的编列 是依照大院在一百零二年的决议 依照机关首长的 政府首长的编列 那目前我们的编列数字 其实跟其他的发行作品单位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费率及费率之便跟五 四 营运期间建卖资讯 一样 风险分担六 十万或计不善之处置 及关系人介入 七 集合工程控管 及营运品质管理 好好好 那这就要给他了 那我们不宜处理 看第六案 報告 我们是投资人保护中心 那这里所提到的三姐福利金 每人每年编列六千元 那这一个科目整个的总数 是三十九的人 所以折合新牌币二十三万四千元 所以这里提到说要三十五七十七万 可能这个金额 这是两回事 这个我在执行的时候就提到了 好问题出债 尽管要负责 你需法律就要法律 你需规定就要规定 你不要没有法律 没有规定 结果你这边照样编这个钱 这个我们回来 好 我们跟你删 你们当年当年 哦 那三个在哪里 土地使用变更整处 关于协调 冰明 违反 违反 又违反 可能他科目的问题 不是 他们那个 他们那个 金管会的规定的 不是 不是正式 的人也是不能编这个费用 这不是的 但是他们做的事很贵啊 只有之前活动 不能说 材费去做前活动 不然临时 在家休息 你们 就是要花钱 所以金管会这边要检讨 我早上就讲了 金管要检讨 那你不检讨 我当然要删 你不删的话 我会 不会划 我会把均定了 我们照他通过 但我们不是 好吧 那你做总结议 我们做总结议 就希望他检讨 好不好 那这个我们就不删 今天不删 我们先看第七案 结议 那个主结议 他要检讨出来 不受土地法第25条 其地方要检讨 尽管这个 金管会要互得检讨 第七案 第八案 我们两案合一 因为都是同样的案子 公由私有土地资 上空或地下 金融消费平移中心 主席 主席 主席各位委员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最主要我们这个单位 是新社的单位 所以之前 编的这个 估果的预算比较少 那最近呢 现在国际间 自从08年之后的金融风暴 还有占领华街 那个运动之后 对那种金融消费者保护的 这样子的趋势 全世界都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潮流 所以我们变成说 这一年 从去年结认之后 发现好多的国际组织 还有国际会议 必须要参加 所以就变成说 势必说是我们要去增加 这样子的一些费用 那当然 另外一块呢 其实我们对于 金融消费者保护 也是配合主管机关 在很多方面 在政策上面的严重 所以呢 我个人是希望说 各位委员能够多支持 尽量不要给我们 太大的一个措施 以上 谢谢 主席今天的啦 看要删多少 不多少要删啦 因为他方向搞错啦 你所谓的要保护 国内的这些金融消费者 是国内金融消费者受到 哪些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 你体制上要去努力去研究 不是到国外去参观 参观什么 联动债 明明 美国这些 其他国家的 好联动债 那国内呢 咦 让银行 那是特席行的 他变成仲介公司 在公共建设 有钱 哪首席 折 没有 我给你介绍而已 蛤 我怎么知道美国那家 新融好不好 我 买 这个你介绍我签字 结果钱 谁不如归 结果他们说 我是给你仲介而已 可以吗 稍告委员 我们这个就是在保护消费者 那我们要去 你这个时候你就要研究 对不起 要去学习 那现在还有 类似这样的 一直在滚下去 保险也是这样 所有台湾的金融社会 都很可怜 都到这边我钱出去 有钱人都知道 钱放在台湾 傻瓜 变成这样 没有钱 傻傻的没有地方去 所以傻傻的 为了 10万 20万 100万在节俭 结果一下子几年后 协補都会 新的又来了 你保护什么 这个对金融消费的保卫 你们中心很重要 但是你们的功能 你们的努力 真的太差了 我们会再继续努力 谢谢委员 不要这个 正面搞出国 这个没有意思 你原来多少 你编多少 你编多少 你编出国 编多少 编360 减60万 再少一点好了 将来我们酌情 你今年 执行预算执行的怎么样 花了多少钱 都用完了 这种消费性的 这种消耗性的 你编的话 一定会用 好 他要出国 不要出国 有钱 看这个一定的 删这个小钱 我讲的都 心里都很不好意思 但是你自我 作业是 用心在国内自己的 消费市场的研究上面 你到国外去看看 看多么 看多好多了 而且 说实在 你要出国的人 应该是在国内的 艺绩效表现得很好的 他有能力 有资格 出去看得懂东西 出于话 他国内什么问题 他可以借进国外的 不是六百的 去外国参观 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你的领导问题 你的管理问题 我整理给他三 让他知道 要资格才能拿到 你自己去检查 这不是对 他没有出国来的事 不要当成福利 那是公差 不是福利 那出公差的人 公平合理 有效吗 现在拿公交的天去玩的 以前不是流行的 因为他们公平之差 还有谁报告 还有等等 不用照自己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 可以判斥 是你管理 这个管理 一个问 所以多少算你去 理科 11分之后 就这样 第八案合并 然后减30万 同样科目 那我们这边就协商完 我們先來看這個 第四十條 盈利事業原始 正股或櫻木 參與重大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 應創立或擴充而發行之記名股票 其持有股票時間長達四年以上者 得以其取得該股票之價還20%限度內 抵減當年度因納盈利事業所得額 當年度不足抵角時得在以後四年度內抵減之 前向奪資抵減其每一年度抵減總額 一步超過該盈利事業當年度因納盈利事業所得稅額 百分之五十為限 但最後年度抵減金額不在此限 我們先看第21條 怎麼樣 余玉琳的委員的提案 抵減率以本法第四十條之一補角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條之一 報告委員 我想保險是有設信性 而且跟時間有相關 如果說照這個修正 可以約定來處理的話 恐怕會影響整個保險市場的秩序 比方說我先不交保費 到時候發生事故到底要不要回交 或者我已經去完了 然後保費還沒交 我還要不要再交 這些會影響市場的秩序 是不是建議還是依到現行的方式來處理 這現行條文不予處理 我們先看第34條是葉經理委員17人的提案 就是 報告委員這個條文是要求說 如果保護跟保險公司如果有爭議 經過法院判決和解而延遲給付者 應給付延遲利息20% 現在條文是10% 現在條文其實就已經相對蠻高的了 另外就是說 我告訴她說和解以後也要變成20% 其實和解其實對保險公司來講 是加強它跟保護達成決議的一個誘因 所以我們認為現在的10%已經有懲罰性了 是不是可以建議還是維持言條文 不要提高到20% 謝謝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通過 先看第107條 主席等一下 你現在是吸引利息是只有百分 年利一分 對 可是現在存款大概不過第1T左右 改善計畫或第52條婚禮資適當措施所需 且經主辦機關同意之外 不准轉讓出租設定負擔或為民事執行之標定 民間機構應興建營運所取得之營運資產設備 跟經主辦機關同意不得轉讓出租設定負擔 違反前兩下規定則 其轉讓出租或設定負擔之行為無效 因為法律民事要這樣用嗎 早期的啦 要不要直接改成那個 曾委員就是改成年期 10% 可以嗎 主辦機關的運運期限建滿前 民間機構運用 好就是10% 可以嗎 就照曾委員的這個修正案通過 其延長期限不得遇 原投資期限 第一項運機下評供 就這個並無曾委員的修正案 我們要寫一下我們要寫一下我們要寫一下我們要先一天就有了 就照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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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動議好不好寫一下 好 那我們先看107條 107條這個條文跟委員報告 這個條文其實社會有不同的意見 那現在的規定是15歲以下 如果是身心障礙的話 他發生死亡事故 可以用這個遺產證語稅法的一半大概61萬座 那條委員的意見是說15歲以下的未成年人 都要有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那因為這個是牽涉到 我們當初就是道德風險的問題 那當然而且現在那個條文都有規定 其他法律令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所以說如果是學生 保學生平安保險 他發生死亡事故的話 他還是可以拿到那個死亡給付 只是一般的商業的人身保險的時候 15歲以下基本上只能把你的保費家計利息 這利息就是當初的保單的承諾的利率 退還給他 只有身心障礙者 可以如果發生死亡事故的話 是用這個遺產證語稅的一半61萬五左右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問題其實社會上 還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認為說15歲以下 根本都不能給 那有的人認為說15歲以下 應該可以給一點 就像姚委員一樣 我們建議這個問題可能比較 爭議比較大 是不是能夠維持現在的條文 而且這也是兩年前 兩三年前 立法委員才做的決定 應該是這一屆委員做的決定 是 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因為你們兩個人都在財委會 這個基本上我們認為 當時15歲以下保險 我認為都是有道德風險的 很高的 無言無故去做商業保險 15歲以下 這很奇怪的事情 如果你要增加保險的 這個給付哪有其他目的 你去參加 用自己成人的 這個不用去參加其他保險 為什麼要在自己身上 小孩子身上 很多是養小 不是自己的孩子 認養的 有幾個問題 這個風險是很高 但是 像早上姚委員提到 那個例子 同一個大一部飛機意外 身心障礙的 有理賠 然後這個 15歲 一樣是15歲以下 這個像這個 像這個飛案事件 那絕對不是那個人去弄炸彈 把飛機炸掉 為了個人那個一點錢 所以 明確沒有道德風險的這一部分 你們要研究如何 如何排除掉 就像你說的那個 誰稱意外保險 那個可以排除掉一樣 這邊要再進一步去研究 不要說一個大贏者 然後幾乎那個細心的部分 如果像這樣下去的話 很多人 15歲以下 保險的意願就很低了 但是說保險公司也希望大家 因為台灣已經這個市場已經飽和到 不能夠飽和了 所以他就 我們這15歲以下的豆腐金 他也是這樣搞 所以這一些 你現在合理的 應該會研究 好 我們這個是不是不予處理 但是我們建議就是 請金管會去研究 對於這個沒有道德風險的部分 怎麼樣來做處理寄附 怎麼樣來做切割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現在看 第100 所以我們這條不予處理 我們現在143條之三 是我們這個行政院提的 不予糾正 不予糾正 按臨時提案 我們就是 叫他回去研究 相關支應本尊節原則辦理 蓋臨時提案 左檢刪除77萬元提案 請我們看143條之三 請我們看143條之三 吳秉樂林 薛林等 第七案 有建議金融消費頻率中心 105年度預算案 約入賓入向下 參與費編列473萬元 甚至高於主管機關經管會 這264萬元 連於參與行政院及所屬 各級機關公派員出國案件 編院審要等 有建議此 三個都提案人 但是你領銜 我們請真委員領銜 提案委員 吳秀燕 林組委員 吳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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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委員報告143條之三 原來是規定 安定基金的業務範圍 他原來有9款 但因為我們現在把 這次有一個增加 特定收集資訊的機構 他有些業務 把安定基金部分的業務 移到那個機構去 所以移到148條之一 所以只是這樣 只是把它做一個調整 那這個大家沒有什麼意見 經管會 好 那我們就照他們的修正意見通過 我們先看146條之五 146-5就是原來保險業 制定運用146-1的第三第四項 不能夠擔任董監事 經理人這些規定 那我們是建議 是不是說對於公共事業 跟社會福利部分 能夠允許他做部分的放寬 好 那我們現在請由委員 他剛剛對自己 對這一條就是我們反對的啦 就是說你今天他那個保險業 你不能夠去投資其他的 都有那些限制 結果你現在要把那些限制 全部都把它完全解構啊 就是說在公共跟社會福利事業 投資的部分 不管是他的投資的金額 不管是他當董監事 不管是他的表決權 還有他的那個 這個所謂的經理人 完全都鬆綁 那就這不行了 我是不是稍微說明一下 當然如果委員怎麼決定 我們一定遵照辦理 第一個這個公共建設事業 其實基本上不是這次委員 關心的部分了 那社會福利事業 其實也不等同於長照 社會福利事業還有包括 輔具送餐生技醫療 醫療器材這些 我們這邊涵蓋的社會福利 不是等於長照 所以如果委員關心是長照 就把這個全部拿掉 是不是也有一些顧慮啊 主席 我現在講說 整個受險業者的優勢 是資金龐大 整個受險業者的錢 來自於這個保護 所繳的保費 而我們不管是社會福利 還是長照 還是老人福利 我們所追逐的是 要可負擔得起 要多元 要平價 要優質 事實上是一個非常勞力密集的產業 事實上也是一個 利潤非常低的產業 可是我們知道 受險業者 拿這些保護的錢做投資 有義務 要盡其可能的要追求利潤 要趨幣虧損的風險 這兩個的本質是衝突的 所以我們不想要 這個到底受險業的資金 大家都知道看到了這個 受險業的資金充裕以外 更看到整個長照制度 或者失能制度的照顧 為了要推一個保險法 一年有1000億的市場 台灣的這個社會福利產業 而且是唯一 服務業裡面唯一 東圓圓少於求的產業 也看到一年有1000億的保險的 這個開增的話 是一塊大餅 我們希望此事知識體大 如果長照服務法 長照法人設置法 這個老人福利法等等 如果以非盈利的狀況 這些法都還沒有修正的話 在沒修正之前 我們不宜就貿然 就貿然 就擅自開了這樣一個大門 雖然你們不只是做這個長照 但是長照這塊餅 卻是很多人寄予 但是我們希望 公共的長照制度 在建立之前 他必須先把服務的運輸體系 給建置好 服務的運輸體系給建置好 需要政府的投入 政府的錢的預算的投入 建置好 大家把這個服務的模式給建立了 多元的架構給確定了 我們才要開充保險 我們才需要一個商業機制的投入 那個時候 我們再來談 受險業者要不要進來 而不是在這個時候 所有制度都沒有確立 服務輸送的體系沒有 多元服務的架構都沒有 然後直接進來 我們知道 長照的這個 受險業者的優勢在於資金 你們一進來以後 以追逐利潤為最大利益 如果你們不以追逐利潤為最大利益的話 那你們也虧對你們的保護 所以在這種狀況裡面 這個時候呢 片面的開放 我想集中化規模化市場化商品化 逃避不了 它會摧毀我們所想像 所理想的一個社會福利的制度的建構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情爭議頗大 社會爭議頗大 我們是不是暫停這個修正 那個這樣子啊 那個剛才那個我們的副主委說啊 那我們就把社會福利事業把它刪掉 好不好 這條先保留 好保留 公共事業其實是有助於地方政府 他有新的裁員 其實沒有什麼不好 可是你不是只有裁員 你不是只有投資 你還要當經理人 他花錢下去 他不能夠去擔任董監事 那這裡就牽涉到公共 現在也牽涉到未來政府執政 也要有一些民間資金運用啊 副主委 今天你到底是站在公共事業的立場 來講這個法的開放 還是站在為受險業者的資金 苦無投資的門路 來幫受險業者講這些話 兩者都有 今天我要告訴你 受險業者的資金沒有去處 這個是一個大的世界的經濟結構的問題 可是今天 公共工程不缺資金啊 台灣的公共工程的這個 的問題啊 也不需要再有更多的人進來競爭 你今天再這樣搞下去 有誰有能力 可以跟這麼 夾著龐大資金的這個受險業者集團 來競逐公共工程呢 所以這個衝擊不是片面的 這衝擊是全面的 所以這個姿勢也是很大 那個這個爭議也是很大 我們把劉院會處理好不好 我們先看147條之一 147條之一是因為後面要對於這個 這個資訊收集機構的經費做挹注 那我們對於債保部分 因為它沒有直接的關係 所以我們把它排除 只是這樣非常單純 它不需要去提拨資金 好那我們對這部分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照經管會意見通過 那我們先看148條之一 148之一是就是把前面剛才143之3的這個 安逆基金的一個條文的業務項目 移到這邊來 那麼作為這個經管會指定機構的一個業務範圍 那另外針對這個機構它所需要的這個經費 那麼由目前這個相關的這個安逆基金的經費 在提拨比例中部分去挪支 那這部分都跟業者溝通過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 這個我有意見 你修改的這個第一項這個 基本上沒有問題 但是你現在所需經費 有經管會要求這些業者 這個接受你的規定要提拨 在這些基金 這個經費提拨以後的用途功能上面要檢討 你現在那些沒有檢討 馬上要這個找更多的裁員 這就是問題啦 你現在不是沒有錢而不能做事 你是既有的雖然說錢可能認為不多 不夠多但是他發揮的功能有限 你現在要增加這些基金的這個經費來源 但是他基金本身發揮的功能 你金管會要負責去研究如何改進 再來要求人家提拨錢進來 就像外貿協會你看 當時訂了以後他錢很多啊 但是現在外貿協會功能到底怎麼樣 越來越低啊 相對於國際經濟的越來越低啊 都是這樣的問題 所以你這個當然啊 業者他一定給你的 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我配合你金管會 那金管就要配合我啊 那最後吃虧的是誰 吃虧的是這個保險市場 整個市場跟這個 跟藥保人 被保險人 可能是有這樣的惡性循環的問題 所以你基本上你這些基金 拿到這些經費以後 拿到你所提拨拿來的經費給他們以後 到底發揮多少功能 這個 這是早上我執行的重點 我對所有的你的基金的功能 我都不滿意 真的都不滿意 該研究的沒有研究 老是那一些基本業務在那邊循環 這個跟時代落伍 越來越差越大 這個這個問題啊 所以你現在要提拨等等 不給你錢 好像說 這個金管會 沒有經費可以 可以補助這些基金 那你這個經費拿到以後 事實上現在已經有的那個經費 都沒有好好發揮他的 這個效益 問題在這裡啊 所以你這個你解釋看看 你增加錢要到底多少 哪預算來嘛 你不能說 那個外貿社會一樣 你外貿這個貿易出口多少 我就收多少 沒有預算的 那基金越來越龐大 那功能咧 不能這樣子啊 這是問題啊 這個 不是嗎 主席 我們在這裡認真的討論這個修法 啊財政部長跟他們的整個一群女生在哪裡 西花喧鬧 這太不像樣了吧 這裡叫立法院嗎 這是財政委員會嗎 喧鬧成那個樣子還有說有笑的 太不正經了吧 那也太離譜了 大家在這裡討論法案耶 許委員發言講什麼 我們都聽不清楚 那部長可以跟跟誰在那裡講成笑成那樣子 這是討論嗎 好 那我想對148條之一啊 那是不是這個副主委還沒什麼要說明 是我想跟特別謝謝許委員給我們的指導 這個部分其實沒有增加業者的負擔 因為他是從原來安定基金提拨費率中 原來安定基金做了一部分業務部分 拿一點點來支應這個 對 而且這個其實希望給他一個穩定的這個財務的這個收入 那其實至於說他的績效怎麼樣 我想我們絕對會遵照委員的指示 加強督導 那到底這樣講 安定基金本身拿到的錢 就要現在又要為這個輸出 還在拿出 沒有只是 那部分費率怎麼訂定還不決定 那個張副局長你要說 因為 報告委員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的那個 EVA 43這部分就是安定基金 它有一部分的業務其實是要挪過 安定基金它有一部分業務 我們現在覺得要把事權統一在這個指定基金 那所以說因為這個業務的移撥 所以跟著把它的這個相關的費用 要移過來給這個機構 是這樣 這個機構 那我們現在其實當然是指 還是保險的周邊機構 那我們覺得可能再找這個相關的這個 保發中心可能比較適合 保險安定基金的業務縮小 是 你 說一點點 一點點 移到其他的周邊 是 那你現在沒有話講 你們業務被拿出去了 你們樂得嗎 還是怎麼樣 但是那個提波率 不是那個錢是給安定基金嗎 你們要做的事 沒有全部不給 只是從提波率一點點部分 我們去考慮 我們去考慮 原業是給安定基金 對 那你現在的意思是說 安定基金的業務已經移出去了 所以這部分有一個比例要跟著走 是吧 全要跟著走的意思 是 我們會把這個提波率再做整個 所以我們在後面那一項就是說 你這樣講整個提波率 你本來也是在安定基金 本來前來是給安定基金嘛 是 對不對 本來是 沒有 本來安定基金有在做你們準備 挪出去 去讓新的單位新的人做 那新的單位在哪裡 新的人在哪裡 把這個錢出去 又要養一個單位 不是新設的單位 是舊的單位 這張是哪一個單位 有的周邊單位裡面選一個 是寶發是嗎 我們現在看可能寶發比較適合 寶發本身業務亂七八糟 這樣會更好嗎 真的 寶發 其實很多相關的資料 其實是寶發在收集 那我們覺得應該把會整 在同一個資料 安定基金真的 原來他做的事情做不好嗎 還是 寶發中心本來就不好了 你再加A5給他 那安定基金原來做不好 還是更不好 所以現在挪出去 你到底在幹什麼 報告委員謝謝您 不過寶發沒有做的不好 其實大家對寶發其實 因為他做了很多 其實是屬於比較專業 費率精算這些的工作 所以跟委員 正是因為他的裁員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有一個穩定的裁員來支援他 那這個裁員其實很小 而且也不會影響到整個的這個安定基金的功能 所以是不是請委員能夠支持 這個像精算那些費率等等 那是常態A5 那個沒有什麼加什麼錢 如果原來的人厲害的話 原來他的資料庫都存在的話 這個要演進很快 研發進步很快 根本不是要再怎麼增加人力 但是現在整個對市場的發展 今天國內外 情勢變化這麼大 你寶發中心有沒有以實際進的發揮 應該進行的研發 來提供政策策略的一些作為 沒有嘛 這才是問題 有啦 其實在 什麼有看到 還有你們那個 做委外在委外 你進委會 委託給基金 基金再委託給協責專家 再弄出去 協責專家照找工讀生 我不客氣講 你看那個資料 非常靜態啊 應該很大數據的 應該很細膩的這個資料 結果他弄出來都是我也可以收集到的 這個統計也每一年的這個數字怎麼樣 而且用的你看 2012年的研究 資料只用到2009年 那麼那麼懶 那麼偷懶 2012年的報告 竟然的資料出來只到2009年 那現在最近三年都沒有在研究了 所以裡面的寶發中心 裡面的這個研發也不是只有寶發中心 對寶發中心好像不好意思 你們金管會的太多 包括內部 包括你的附屬的 附設的基金 研發功能都太差 都沒有重視 我不相信沒有人才 那你現在 又要把這個業務拿出來 然後給這個寶發中心 這個戰術不要動嘛 真的要弄擊破 一定要修法來動這個小事情嗎 確實因為寶發中心其實他做的 我們認為其實他有做到他的績效 但是他目前的裁員來講 沒有一個穩定的裁員 那這個部分 其實對台灣保險業的發展 是很有幫助的 他這個訓練 訓練人的績效越差 所以他收住差 研發 你看科技部 科技部一年編170億的樣子 要給人家做金融 各種產業的這個研發 結果你們這些基金 說自己說沒有錢 也沒有去申請 經濟部也有多少 這兩個單位加起來三四百億 我們這個其他產業都去分這個大餅 這我們金管會所屬的 通通分不到一點錢 而且這個立法院還為你們 經濟委員還為你們去修法說 以後科技部 那個時候科技部還在經濟那邊 這可以金融方面的服務業方面的 可以來用這些錢 還為你們用附帶捷運 強調說金融的研發很重要 可以來用這些錢 結果你們也是沒有去用 你們都不知道 要加起來幾百億都不可以當 結果是民間的保險公司 民間的銀行去要的幾十萬 意思意思 那是政府的工部門的 包括工業銀行零 包括我們的基金 這是要負責研發的零 那你再說他沒有錢 這不是矛盾嗎 經濟部科技部 那麼大的餅在那邊叫你去分 立法院還幫你做修改 說可以用這個錢 可以你們設想做到 你們通通不動 兩年了 好像兩年了 已經聯繫兩年了 這個看的都很傷心了 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喔 竟然他們主委在幹什麼 不重視研發嘛 你也要錢我沒有錢 你如果要錢我沒有錢 你如果要錢我沒有錢 別人家有 調一下 要有啊 坐在那邊等啊 結果錢預算沒有用完 這個很可惜啊 不是這樣嗎 開什麼玩笑 我想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保發基金就是說 但這個剛才這個學問講的 也是啊 就是說我們期待 保發基金能夠發揮更大的機制功能 那現在如果是要給他這個 就是說 是不是要把他 是不是你們再去跟徐文再做說 我們先保留好不好 我們待會再回過頭來討論一下 是不是再做一個說明 如果這個A5的話 不要再加請你 他裡面的基金 你看 有多少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先看168條 那條先暫時保留 你們待會跟徐文說明一下 168就不用 因為前面如果已經保留 就不用再 是一起的 就是一起 他是那個法則 跟前面那個這樣 對 146-5是連 是連動的 所以146-5的 是連動的 好那所以這個就等於也是保留了 看一個平安 對 送院會 對 然後我們再看下一條 171-1是跟剛才的那個 148-1是連動的 好這個也 這個保留 那現在剛才那個 然後前面147-1 如果148-1也是連動 對我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就看一下 是不是你們先跟徐文說明一下 好不好 你們再說明一下 就是說你們為什麼覺得 寶發基金這樣子會讓他健全 然後現在 因為收入 你看看 大家每個基金都在寫錢 不要再從安庭基金 把錢挪過去 益物加給他 錢不要加給他 那個益物說一點點 這一點點 你看這次都沒有跟他刪 好 報委 那麼多 報委 其實我們這次主要修正的 還是主要是 整個保險市場發展 他所需要的那個 精算統計的這些相關的資訊 那因為目前其實寶發中心 他已經有 有收集了一些資料 但是這些現在目前這些資料 可能不夠的詳細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這個 以後能夠有一個像 像其他千進國家有 這樣子精算統計專責機構 然後由這個機構來負責就整個市場的這些統計資訊 統計資料跟這個相關的精算的一個功能 那所以這部分的確是有需要一些經費 那我們也是再考量 有需要經費到底這樣你撥過去以後 總 每個一個連錄的這個總金額大概多少 剛才副主委說一點點 我們念財經的沒有說一點點 大一點點的問題 兩點點的問題 是到底多少錢 這部分因為 所以這可能要看他的這個 你們有沒有估過嗎 保護中心喔 你保護中心那個補助收入 就多少啊 一億一千五百多塊 健全強制車險專案 把人家的這個強制險 基金搞成今天 這一個 生不如死 那個基金就要破散了 結果你們一年拿五千七百多塊 喔 保護中心 光這兩筆錢就兩億 就一億七千萬了啦 光這兩筆錢就一億七千萬 一億七千萬 沒辦法挪幾百萬出來弄這個嗎 那個主席 對不起喔 那個 這樣啦 你們是要從原來的安定基金裡面 撥一部業務給保發嗎 就暫時我們鎖定是保發啦 你們是講其他機構 但其實就是保發 我們假設是保發 所以前提喔 如果這樣做前提是 要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說 這樣做其實比原來放在保發的業務 做的會更好 這是前提嘛 要不然其實沒有這個道理 所以我現在基本上我先假設 這個前提是存在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那移到業務 移到保發以後啊 我們錢要不要跟著 從安定基金移過來 但是保發本來有它的收入來源嘛 那它的收入來源本身 最大的就是補助收入嘛 對不對 我請教副主委 它的補助收入是誰給的 是由保發基金這邊去移住 但是保發基金是一個動本的 所以它每年都在減少 目前大概不到20億左右 所以它有它的主要的收入來源 這個收入來源本身 如果今天業務增加了 那個收入來源 我們難道沒辦法 特別在這個保發中心裡面 去做特別的處理嗎 一定要從安定基金 去做這樣的一個移轉嗎 因為那個基金是個動本的 所以看到10年20年之後 可能這個基金就沒有了 可是保險事業的發展 是可長可久 因為這個基金的資金來源不確定 所以很多人才都不願意留在那裡 可是精算這個東西 必須要專業的人才 這些必須給它一個可長可久的 一個經營的環境 所以這部分特別跟委員報告 我知道它動本 我知道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在這個動本的概念之下 沒有辦法增加開拓它自己的裁員嗎 他自己比方說訓練部分 因為其他工會也可以訓練 那有很多研究 其實有的時候 他也會去在外面做研究 但是相對來講 這些精算 這些統計這些費率 硬體軟體的設備 人才的需求都很多 這些錢遠超過他們 從外在自籌性的這些費用 所能夠所能夠溢注 所以我們才希望多一些 就是給他一點稍微穩定一點的裁員 讓這個基金能夠 讓這個財團法人能夠可長可久 吸納好的人才 來為台灣事業的保險事業發展努力 但是你現在如果看這個保發金 這個補助收入 這個補助收入 一億多嘛 對不對 那不是 那不是動的嗎 那是附近的 這個他主要的來源 是靠他自己 自己中心去開拓的嗎 這個裁員 不是嘛 是金管會給他的 金管會保發基金補助的 對嘛 你就多補助一點不就好了嗎 可是補助多了 那個應該只剩下十幾億了 那幾年以後 說不定就沒有了 我們必須往長遠去想 所以才需要有一個資金的來源 所以張憲 我剛才提到的那個整體 這麼多基金 整體的績效問題 你現在保險市場萎縮 保費收入 好像去年比今年減少多少嗎 保費收入整體 保費還是成長 現在大概18.8兆左右 現在整個的資格 不是減少 我看那個數字 還是人壽的這部分減少 沒有嗎 沒有 我看 你那個 保險發展在東亞 我早上查一個資料這樣減少 還是哪一年度減少了 那個問題 就是 那太複雜了 就是說 唉呀這個 那麼大的一個基金 結果這邊 動一點點過來 有什麼意義 然後 這個 委員是不是給我們一點機會 也沒有數字做一個比較 說這些議員也怎麼樣 如果過去的話 同樣的經費 會 可以發揮更大的功能 那 因為在這個 在安定基金這邊已經沒有功能 他們沒有辦法做這些事 所以 錢過去以後會更好 或怎麼樣 那第二個 這個錢不過去的話 也許他們 人臉充分利用啊 所以 這個 這個工作留在我 這個安定基金 我可以養這些人啊 你把這些錢拿出去以後 那我還是要繼續養這些人 那以後是不是又他要 又欠錢 所以我會問多少錢嗎 如果金額大的話 哦 因為豬肢體大 金額小的話 無計一事 這個搞這樣的啊 大概多少錢 因為剛才我這樣聽起來 就他原來這個基金 大概還剩下十幾億 但每一年撥一億多給他 慢慢這個本就沒有了 那 所以呢 就是說把它固定的 希望他能夠發展 那現在如果你們經過這樣的調整 到底一年可以給他多少錢 所謂的固定的錢 到底是多少 其實我們非常慎重不敢 因為這個費率都沒有定下來 不是要給他多 而是盡量是尊傑 就是不知道他又 就是基本上他還要自首裁員 哪些地方我們不足的再去補給他 所以那個那個比例現在 你為什麼還要 拜託拜託副主委 這個問說這一筆到底多少錢 所以這筆錢佔原來安定基金 多少人力 所以用多少錢 那些撥到保花中心來以後 佔百花中心 這個經費百分比多少 人力多少 你不要說這個進來以後 保花中心又要增加人員 又要去搞一些 這個非典型的就業 增加人 那那邊人不能撿 因為剛才說 我不能解聘他 又不要千里法動前局 有這個問題嘛 好像我們在整理 連多少錢都提不出數字 我們怎麼可以 可以讓你這個 這個 空白授錢以後 讓他你自己 錢亂加亂拿 不是這樣子嗎 今天到底他拿多少錢 做多少事 所以過來以後 到底有沒有數字 沒有 問到一問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因為這個 這個業務我是要看 他的這個 撥過來的這個 他實際上 需要用到多少錢 我們再去按照這個來確定 你現在安定基金本身 已經在做這個是不是 沒有 安定基金目前 其實 安定基金目前 他其實正在規劃當中 其實還沒有開始做 那保法 目前還沒有開始做 第三四條 修正動力 第三四條 保險名醫醫藥保人 或被保險名交其證明文件 後 其實保法中心 他每年的預算 其實都要送 第八根審查 所以這部分也不會說 因為我們這邊這樣子 就會變成一個空白授權 就會變成一個空白授權 其實他每一次 他每一年度的預算 還是會送第八根來審查 提案委員 曾居威 許天才 潘維剛的 宣讀臨時提案 見請監管會連以有關 委員楊文治等17人 提案第107條 以未滿15歲 我們知道大概是多少 因為原來他們的這個基金 我知道是他們自己 業者所提供出來的 但是呢 全部交給政府管 是他們出的錢 再交給政府管 他交給政府管 他就一次撥一點 撥一點 也快撥沒有了 所以他才想要 讓他長期穩定 發展 不曉得他們到底怎麼樣 你覺得呢 這樣講的這個 方向上 我們沒有辦法去說他不對 但事實上 具體的二警 原來這些工作 有沒有在安定基金做 為什麼要從安定基金 把工作所謂挪出來 把錢也挪出來 到保護中心 要不要另外再用人 所以這個做沒有打誤 所以因為他一年也給他一億多 而且有什麼狀況 他也是用這個基金下去補 你知道嗎 但現在就是說 我們剛剛大家關心的就是說 如果你知道這樣到底能有多少 而且這筆基金還是在你們這裡 對不對 但是你們現在把這個部分 就是能夠固定一年 能夠這樣子有多少錢 大概七八九千塊左右 前面這零點 前面這零點 暫時不要動這個法 如果基於事實上的需要 人員 人力的運用 監慰的運用 監慰的運用 你就把這個 安定基金的錢 跟工作 用這個委辦的方式 委辦保護中心來辦就好了 一樣啊 發揮最後你達到是 的需要 但是你這個立法以後 以後就變成常態永遠的 他搞不好 表面上是這些正當理由 會不會在其他地方又動手腳 我們用這個錢 我們變盲目了 這個很奇怪 為什麼忽然間來動這個 安定基金也不敢講話 對不對 那如果說 那還沒做怎麼有這個錢呢 那比如說以前的錢 錢那邊是浪費的 訂到那個安定基金的那個 那個水庫裡面去 去應應未來的這個需求 並不是說就浪費掉 但是你錢拿出來 你是說要把原來要給 這就是要修法之後 修法以後你是要把 原來給安定基金的錢 這一部分要拿過來給保護中心 不是嗎 他的意思是安定基金 現在提撥率進來的錢 對對 那有這一部分的業務 其實安定基金現在有規劃 但是沒有做 有規劃而已沒有做 但是他們覺得安定基金做這個事 沒有保護中心好 所以因此他把它移到保護中心去 然後他事前擔心說移到那邊去以後 因為保護中心沒有錢 所以才說安定基金這邊的提撥率 可不可以分一部分到那邊去這樣 所以安定基金到現在還沒做啦 只是規劃而已啦 整個狀況是這樣 所以安定基金該做的事 長期沒有做 今天就做到了 蛤 蛤 蛤是不是這個 你想話你想話 等你太久了 你都不想話 我已經在旁邊等待很久了 就是說 安定基金是民國98年成立 那我們在民國98年馬上接管國華人壽 我們在民國100年大院決議 為了要保險業退場 指示安定基金要做保險業的預警工作 所以我們在100年通過這個方案以後 101年保險法修正 我們正式有這個職權 我們在102年開始規劃 我們在去年把這個 新的保險預警方案 跟保險局溝通很久以後 我們發包出去了 我們需要一些指標 我們需要一些數據 我們需要一些系統 對已經發包給外面專業的 這個廠商在製作這方面的工作 那在去年發包以後 我們在去年6月發包 我們在去年8月 接管國保人壽跟幸福人壽 所以我們那個工程 因為我們安定基金目前的人力 我們同時接管兩家受險公司 我們人力全部都出去了 所以我們跟廠商 就是議約 我們把這個工作 尾包的工作 延後7個月 所以事實上我們是已經 規劃執行很久了 不是沒有在做了 因為我們前提還要跟保險局 跟今晚會這邊溝通很久 就是說那個新的預警系統 跟現有爆發的那個預警資料庫 有什麼樣的改進嗎 我們常常當時的這個 自己內部開會說 現在是自強號 我們以後可能是要高鐵的工程 所以我們不是沒有在做 是有在做 那至於說局裡面現在 或者今晚會現在有一個新的政策 我當然不能說以單位主持人出來說 我絕對贊成或怎麼樣 但是基於單位之間合作 我只能說如果這個修法有過的話 我們這邊是會針對預警這個工作 當然未來也許指示的不是 我聽懂了 我擔心的是賈介這樣一個理由 結果是要讓保護中心多一筆經費來源 然後這個經費來源就是 你從你的安定基金播出去的 原來安定基金他已經在做 還沒做完 功能還沒看到 結果你現在中途 要把這個工作移過去 然後理由 在我聽來 結果只有說保護中心 財源不足不穩定 希望有一個比較穩定的 這一筆小錢來移住 大概就這樣而已 但他已經在做得好好的 如果說 如果他長期沒有做的話 拿這個經費沒有做 我們要追究 但是他有在做 規劃 規劃一半結果拿掉了 那以後那個規劃不是都浪費掉了嗎 你既然已經有規劃對不對 規劃這個 只是現在這個業務 看起來你們溝通了以後 是要移出去嘛 但是你在做規劃的時候 所以你還沒開始 但是你應該有個估算 大概知道這個業務 如果是你接下來 規劃完不是就要你做嘛 理論上是要你做嘛 那大概要增加你們業務有多少 多少成本 多少負擔嘛 這應該在規劃上應該要有 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現在提撥的費用裡面 我們本來提撥的金額 主要就是為了要應付保險業 倒閉退場的時候 我們要墊付出去的 所以我們這一部分的預警資料庫 我們光是建置的部分 我們大概估的預算就是四千萬 上下左檢可能會增加到五千萬左右 會完成一個預警資料庫 但是以後每年這個資料庫要維持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有人進去資料庫 把資料拿出來做預警分析 比如說歐洲發生什麼樣的利率變動 美國發生什麼樣的利率變動的時候 哪些保險公司 或股票下跌的時候 哪些保險公司可能它的 紅黃藍綠的燈會有所變化 所以我們需要人力 實際上在operating的時候 對對對對 那這一部分 前面講那個四五千萬或五六千萬 那個是指你剛開始的第一次的那個 對對對 那是系統建置的成本大概是四千到五千萬 那未來每年的這個費用應該 包括人力包括系統的維持應該是在 一樣也是在四千 因為包括人力啦 也是一樣大概在四千到五千萬左右 OK好 那那個 我請教你 你剛剛一講它動本 因為寶發基金動本對不對 它動本所以你擔心他說 如果沒有一個穩定的財源 這個事情就會受到影響 對 包括寶發的公司 但是問題是 這個不是這項業務的問題嗎 是整個寶發中心所有的業務 都會受到這個影響啊 你用這個單一的理由 然後來要求說只是這部分播 然後這部分播出去難道只做這件事情嗎 那其他寶發事情不會因為 動本基金的關係 它最後還是要面臨困難啊 所以你沒有根本解決問題啊 我們148-1這邊第四項所講的 也不是只有安定基金的那個部分 還有包括保險犯罪 財率理訂等等 這個其實範圍比那個還更多 我知道了 我的意思說 我也可以理解說 寶發這個部分 因為它動本 然後現在因為看起來蠻拮据的 你擔心說 如果這樣本一直用掉到最後就完蛋嘛 對不對 這個我了解 所以你現在要找另外一個輔助性的裁員 你要找這個輔助性的裁員 剛好借用這個業務的分割 你用這樣的做法 但是我的意思說 你這樣的拘心我了解 但是並沒有解決寶發碰到的問題 因為你只是 就算你解決也解決它這項業務而已啊 寶發還有很多其他業務對不對 它的來源還是來自於基金嘛 基金如果都動本的話 你還是要擔心啊 增加了一個輔助性的裁員 至少就不會那麼依賴那個寶發基金 這個部分的業務你解決而已嗎 不會 如果離不過去的話 對不對 所以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整個寶發中心的寶發基金 本身這個情況會發生問題嗎 那剛剛跟你們報告就是說 因為其實寶發中心現在本身它已經有一些 這個收集一些這個市場上的一些資訊資料 那我們先 未來是希望能夠把它監燈一個產業資料庫 那這一部分 寶發本身可以自主性或是裁員更多 讓它更穩定 對那這一個部分就是說 未來用這種方式它可以提供 這樣你只是一步步過來也只針對這個業務有辦法 這個我建議要暫時不要動啦 一讓它 讓安定基金原來承接的這個工作 雖然說已經規劃而已還沒有執行 既然規劃的話好好讓它表現幾年看看 好 你這個寶發中心切錢另外去想辦法 不要動到它 讓它的業務好好進行下去 你 它有準備了 花那麼多幾年了 欸 就像前後幾年了 從開始 對啊 102 103 今年104 三年了 而且規劃已經完成了 對不對 規劃完成我現在馬上的 就要進行直接的這個operating operating你可能要再準備人等等 你都有準備了 忽然過去寶發中心要重來 只是為了把這個四五千萬拿回摩扣切而已 這個怪怪的啊 這不是怪怪的嗎 這樣可以嗎 暫時不要動啦 讓它繼續做啦 安定基金做一下 這個因為我想這是會裡面的一個政策 認為寶發中心它以往的這個基礎 做這件事情可能更有忠效 安定基金就是回歸到只有退場跟這個安全網的建構 那所以其實寶發目前也有在做一些預警 其實是目前在做 是拜託是不是跟委員報告就是 寶發中心對台灣的發展非常的重要 現在只是給它一個輔助的裁員 而且我們在這個費率沒有寫清楚 只是說不希望過高 現在怎麼去定 萬一給它一個fixed的一個費率 給它每年太多 我們也不希望 所以才會定在一個說 有主管機關訂定的這樣一個方式 目的是給它一點就是輔助性的裁員 讓這個基金讓這個財產法人能夠可長可久 能夠吸納更多更好的人才 也是為了照顧這個保護跟整個保險事業的發展 是拜託委員能夠至少前面那個146-5 我們都已經這個遵照委員的指示 那這一條是不是拜託委員給我們一點這個支持 我再請教你一下 那個按照現在這個條文的做法 是未來這個提撥率 是先還是提到安定基金去 然後再移出來 還是提撥率就直接分個兩個 一個到安定 一個到安定 一個到保法 就是安定那邊可能就要調整 這樣然後這邊 這邊就是有一部分 這個安定基金是這些各國都有 那這個議景 議景資料部 議景的這個系統指標 是不足夠建立還是 自己有不足夠的建立 各國不一樣 各國不一樣 你知道這個安定基金自己 建立自己資料庫的國家有多少 就我們了解目前在 世界各國在建立自己的預警資料庫的部分 馬來西亞在做 然後韓國在做 英國有 然後美國是透過他的監理官協會 所以美國的安定基金是沒有做 就其他的國家目前就還不是很確定 像泰國是新成立的 香港還沒成立 所以陸續在執行的 應該是分成兩種 一種是放在安定基金 一種是放在另外機構 所以都有 如果只是為了讓保護中心增加一筆財源 這個太消極了 那如果保護中心的裡面的人才很多 這個能量很大 沒有充溫利用 那這個經費進來的話 它可以發揮更大的充溫利用 也不是這樣簡單幾句話 這邊修一個條文就解決了 所以我對保護中心說實在 我是一直打溫號 它的功能一直打溫號 我真的很希望說 有機會進去那邊好好的了解 到底它的能量多少 應用的情況如何 就是很重要 保險發展 保險市場的發展真的很重要 但是今天遇到瓶頸 今天遇到 那麼剛才我提到 那麼 市場飽和了 但是績效呢 越來越差 保這個保費 越負越少 人民的 付的保險費 結果得到的保障 在動態比較上面 是退步的 是不足的 這怎麼可以呢 所以我大家拼命 支持你保險內 結果你今天保險內 回饋我民眾的 回饋這個 藥保人跟被保險人的 到底情況怎麼樣 剛好這個跟國際成反向 那這個說保法中心責任重大 那責任重大 他今天又遇到缺錢的問題 是原來功能不髒 績效不好 還是因為 只是因為缺錢的問題 那如果只是因為缺錢問題 當然可以錢摸過去就解決 那如果 這一個不是缺錢的問題 那本身呢 它裡面的這個組織功能 裡面的人員等等領導 管理都有問題的話 你這要過了 你不管了 可以做的工作 中途而廢 都沒有去 讓他繼續做看看 保法中心缺乏裁員 另外再想辦法 也不是急了一兩年 不是這樣子嗎 好 包委員 剛剛那個安定基金 他報告是這個 關於預警的這一部分 那其實我們現在希望 把這個資料移過來之後 保法中心 因為他現在已經有做一些 市場資料的收集 我們希望能夠建立一個 像美國或者是這個日本 他們一些相關的機構 一個建立產業的資料庫 跟這個有一個精算統計的一個 一個費率中心 那他未來可以藉由這個 這些資料可以提供加持度 對 收來收去都是 保法中心錢不夠啦 要想辦法 保動一些螢幕 把錢拿過來嘛 那也是因為現在市場上 其實這些精算統計的資訊 其實還是有欠缺 保法中心的功能 到底你這些錢過去 這個我們就有 沒有幫助 然後他本來要做的 你好 你中途把它拿掉 他繼續做啊 那你把確定要給這個 確定要給保法中心做的 他做不到的 那有人這邊委託他做啊 錢就撥過去啊 但是基本的架構 這個錢直接 法律所保障的這個錢 直接上 暫時不要動 間接上 你可以調度嘛 你要幾乎嘛 要幾乎看東西 什麼看鬼 這個裡面就 之間 從一個經管會在領導的 在主規的 在支配的 有這個問題嗎 一定要在這邊修法嗎 而且修這個怪怪的啊 這時候修這一部分 我怕這一部分 只是進 只是進 進了下來 喔喔喔喔 過零錢 那些功能 有沒有發揮呢 然後他本來應該負責的 你看 台灣的金融爛攤子 不是安定基金做的 不是金管他做的 是有總統 有行政院 去弄那麼大的 這個衝銷 去幫你們解決的 還歸零了 歸零了 歸零以後 現在 銀行的問題 暫時沒有了 保險問題又出來了 對嗎 所以你保險安定基金 本身的應有的作為 長期就沒有好好的 弄上禮道 所以你現在有疫情資料庫 你們自己有疫情的責任 到時候 疫情是他做的 我不曉得有這個問題 他們有幫助我 這個風險很高 那你們就有責任退掉了 你自己研究自己的疫情資料 這樣經濟協家 自己有自己的一套 異量模型 他預測錯誤自己 我去拿主機出本 我拿誰的資料 他預測錯誤跟我無關 那你經濟協家 就負責的 就負責給他而已 這不對啊 你安定基金 自己做 繼續做下去 你這個保護中心缺錢 你們自己也想辦法 我看暫時不要動 真的 這運動沒有意義 而且你當他原來要做的事情 犯法不會 那那邊還沒建立起來 他就請付去 那以後穩定他長期 這筆錢 然後他的功能呢 等等等等 這邊是影響 很奇怪 郭委員 我們現在希望 因為兩邊現在各有各的資料庫 其實我們希望整合起來之後 其實他可以發揮更多 郭委員要整合 可以競賽啊 資料庫本來就可以競賽的啊 你看民間跟政府的資料庫 也在互相競賽啊 他就覺得資料庫本要不要廢掉 你安靜基金最後 有錢只要認自己 法化中心 什麼是負責啊 什麼是資金啊 什麼是顧問啊 什麼是研究單位啦 有錢負責咧 我急要是有錢 有錢到公司負責 身為有責咧 你為什麼要視頻 這個地形中心 你在法律中心 你已經有規劃了 你為什麼要放進去 我可以給你錢 但這部分工作進去做 你先給你來探 拿這些工作 我托責 我領錢 你托過去 用這種調製的方式 一調製是要重法力 這個重法力 好像長期上 給爆發中心 有長期的這個才能 好大 但事實上 對事情來講 不是這麼簡單 報委員真的 你指教的很對 不過 爆發中心的督導 還是在大院的督導之下 他做的不好 你還是 不會啦 主席看是要保留 還是要那個不要休啦 那一半就保留 那這保留的話 147條之也要保留 沒有 全部都保留 後面都保留了 好 那我們這個就 暫時先保留 送院會協商 好不好 那我們這就 剛剛那個 後面也是保留 剛剛147之一有通過 那147之一事實上 是跟148之一連動的 所以147之一也要保留 所以都保留了 所以我就說 後面都保留了 都送院會協商 好 對 好 那我們現在 來來來 請坐 不是陳創 我們 促參法 促參法 請財政部長 請張部長過來 先出發 請按讚 如果她們先翻 可以配搭 還可多 因為她都跟那兩條有關 所以後面兩條也保留 剛才第幾頁 第九頁 因為這條是後面的二十八十頁 那沒關係啦 沒關係 因為如果後面那條 保留就 那條就保留 那條就保留 一三至三也保留 那條就審了到時候 你說一四三至三三 那就保留 就除了那個 除了那個百之十 那個利息那個一萬三 所以這個 那這個過也沒有 這個 你這個 你把那東西 你這個 你這個 這個 沒有 這個 這個 就這個 這個 那裡有 機械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促餐条例 第三条 主席我是不是有个建议 抱歉 因为大家都是没有选举的 但我是在选举当中 其实我心里面是很急 但是因为这个法很重要 因为基于这个促生师他们大概也都看过了 他对于我个人的部分有一些同意的 我们是不是直接就照我的版本通过 不同意的我们再来稍微讨论 没有办法真的取得共识我们再来说 他同意的部分我们就全部照本人的版本通过 那我们这样就很快了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第三条 第三条是不是说明一下 派委员的提案增加十四款政府厅设 我想这个目前政府很多办公厅设施是有需要 如果民间建 好啦不要紧啦 保重这要丁回单独修正一条的时候都讨论过了 然后我只要求就是说且第一项里面的公众使用 而且不是不是急或且且促进公共利益的建设 那这样子第三条是不是就这两个修正就全部都给他过 好 就照潘委员的提案 建设 然后把且改为急是吗 等一下你是要那个林淑芬委员的跟潘委员的不太一样呢 他把那个设施全部都改成建设 没有 林委员的第一个林委员的提案好 第一个款式全部变了那个是不好啦 我想与委员很清楚我们很多细则相关的依据都根据这个款式 好 这个我可以同意一个状况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会期所剩的时间不多 如果还要再大幅的来更动的话 事实上这个法是不可能修正的 那基于这个行政上最快的免得戒期不连续了 所以我觉得有修总比没有修好的状况 我愿意退让 所以我并不是说我认为不用修 是应该要大修 那因为有改有进步一点点 进步一步总比什么都没做还要好 所以在这种状况里面我愿意退让 就这两个修正就好 谢谢 好 那我们现在第三条 就改成且了 吉一改成且好不好 其他就派委员的提案 好 那我们先看第四条 这是林委员提案 第四条我们尊重 你们同意 就文字了 就弹书的文字了 这条同意通过 那就照你的好不好 弹书文字了 弹书文字我们稍微就稍微修 我们看一下 就说但涉国家安全及能源自组织考量者 不在此线 好 就照他们修正 但就是林委员的版本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先看第五条 就潘委员的我们尊重 好 那我们就照我的版本 第六条 第六条 潘委员的我们也尊重 好 那我们就照 第六条 就第二项 就是第二项 就是第二项 嗯 嗯 促参要不要继续奖励啊 因为你从刘正宏的苗栗县政府的经验是 他只要提一个促参案 然后拿了奖励金拿完 他的促参就不做了 而且地方政府这样子漏洞可能蛮多的 然后促参如果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公共设施 那你奖励地方政府是要干什么 好 但是过去的时代 因为2000年的时代 没有促参 人家也不了解促参 为了把政府做小 把民间做大 所以他们要去奖励地方政府 但是 我说2000年距今已经15年了 然后这个整个时代 把政府做小的氛围 已经翻转了 从美国的 从美国所带来的新自由主义 把国家对于这个 自己政府的职权给它做小 这样的一个方向已经翻转了 所以我是不是认为奖励是应该不用了 但是我这样子 林伟雯我们可以交换一下意见 基本上我觉得最主要就是 因为有很多如果他去投资 所有的税大部分都是中央 所以这样地方就比较不积极 我不赞成就是 林伟雯的意见就是说 等于我 我促餐然后呢 你去要做一个建设 然后我们还去补助奖励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概念 而是说你鼓励更多人来投资 然后呢我们是鼓励地方政府 要不的话大家地方政府就 我就不要啦 我就不要去都是你中央钱拿走了 是 潘伟雯你讲的我了解 第一是说要有一个机制 让地方政府很有动力 很有意愿 然后赶快想方设法引进民间的资金 来做这个公共建设 但是我要告诉你 从经验这15年 促餐的经验是 只要有利可图的地方 这个民间都会自体的 更不用地方政府第一个 但是公共设施 公共建设很少是有利可图 大部分自场性都很低 可是在这种状况里面 地方的县市首长有 有这个选举的压力 在这种状况里面 事实上地方我们看到 地方县市首长 为了开选举支票 从苗栗的经验来看 他甚至没有也要给他涨出来 他不一定是只是为了奖励金 甚至连没有 你看各地方政府 连那个未来计划 永远三十年以后的计划 他都还会提得出来 所以事实上地方政府 因为选举考量 很有意愿 不用担心他们没有意愿 不做促餐 他们巴不得 赶快提出更多的促餐 我是看到观察到这个现象了 有这个现象 所以就具体的现在的 15年的执行状况 做一个体检的话 你会看到地方政府 并不存在 不想做的 这一个假设 地方政府更多是存在 我想做 我想做 每一个都没做 大部分真正的事情 事实是这样的情形 您的委员说的 有相当程度是事实 就说 这个 真奖励 假出餐 真奖励 假出餐 所以地方 这个 未尽 善意 经营者的地方政府 他就利用这个机会 拼命的向中央要钱 苗栗 苗栗 苗栗那个就是一个 非常活生生的案例吧 那我们这样 第 不是 第 对 第六条 我们就不予修订 好吧 暂时就不要那个奖励的部分 好 那我们现在看第六条之一 就加一个铜 就会铜改为会商 会什么 就 就 就潘伟员的提案 第六条之一 好 抱歉 第六条之一 他说改成会商 就是照行政院的版本 就把这个也再修正 在哪里 照我的版本 改成会商 改成会商 ok 好 慢着慢着 我有点听不懂 就照我的版本 好 抱歉 第六条之一 改成会商 是不是照我的版本 为什么讲这件事情 就是说 很多人假着公共建设之名 那事实上经常抵触着公共利益 我举一个 我举一个例子 在我们三重 有一个三重高中 体育馆 一个OT案 然后他后来是这个 本来是给鲁底社区大学去办的 鲁底社区大学去承包那个体育馆 然后把游泳池养护得很好 开放很多的公共的使用的时间和空间 那他也在那里办社区大学 但是呢 有一个纯粹商业的利益的经营者来跟他们竞标 结果在这个里面呢 他们把一个社区大学赶走了 把那个地方纯粹都变成商业使用者付费的模式 事实上他抵触了原来的公共利益 而且让所有的使用都必须付费 那事实上呢 我们希望在OT里面 必须要去评估 OT BOT 所有的初三必须要评估这个 纳入公共利益的指标 是不是真正的以公共利益之名 这个真的行的也是公共利益之实 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可行性评估里面 你们在做这个 大半都做财务的资产性评估 但是我们希望纳入一个公共利益的评估指标在里面 应该是不困难 我们请部长说明一下好不好 请我们司长 跟委员报告 其实委员所提的部分我们也注意到 所以我们在我们促参的易评估 从开始要做政策的时候 就要把那个公共的意见的部分放进来 第二个就是因为今年台北市的案例的部分 我们在午夜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SOP 就是作业指引 也把这个民众参与 然后这个可行性评估报告 包括刚刚讲的预评估 这些全部都要公开 然后也要求所有的这些審查报告 都应邀请学者专家及地方人事社团 这些参与 所以然后这个参与的记录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也都要记载 然后你决定还是要在办这个招商的时候 要把反对的意见都要公告在这个招商的文件上面 这目前在行政作业上都有做了一些改善 好 那我知道 OK 那我听了就矛盾了 你反对他的修法 结果你说 他说的你都在做了 蛤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已经做了支援 对 他们要设在法调 他的意思是说 他现在行政程序已经在做 但是行政程序没有法律的A数 没有法律的A数 他可以做多可以做少 甚至可以不做 是 那就入法也可以 可以做真可以做假 但是有依法的话 人家民间社团就依这个法律去要求你们 不一样 你们在做了 你诚意都要做了 那就让他入法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把入法的这个 你反对入法的原因 告诉我们大家一下 最主要第二项的话 其实都在第三项 是所有的案子都要办公厅会 如果简单的OT案件 都要办公厅会 我看大概也很多地方政府 也不太愿意办 没办法做 因为那个 你如果VOT这些开发 本来涉及到繁品 涉及到都市计划变更 就依照原来的繁品 或这一个都市计划法 就要办公厅会了 那现在把它规范在促参法 你大大小小 今天连一个社团 来经营的这个文化的东西 你也要办公厅会 然后一个游泳池 学校游泳池 委外也要办公厅会 大概地方政府 就不会去办 这些促参案件了 所以如果说这个 第二项的部分要入法 这个部分是OK的 我刚刚也报告过说 这个部分我们都已经在做了 那第三项的部分呢 事实上是在执行上面有它的困难 那是不是这样子 第一项入法 第二项我们就先拿掉修正 那第三项 第二项是OK嘛 第二项是OK 第二项OK 第二项是OK 第三项就是四项 所谓的第二项是什么的 都通先误一点 这是第一项 这是第一项 好 那第一项第二項可以入法的 就先放進去嘛 我們先這樣好不好 請他們那個文字上決定一下 我們先把這佔割一下 先佔割 就是 盤委員就是把那個匯同改成匯商 匯商嘛 把它綜合在一起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你文字整個整個一下嘛 你怎麼會啊 這個可能要兩條啦 對 因為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那變成六條之二啦 就是盤委員的六條之一把那個匯商改成 匯同改成匯商 然後另外加列就是 第六條之二就是把 林委委員版的第一項第二項入罰 好 謝謝 第三項 第四就拿掉 就到 具體說明不踩之理由 第三項是從那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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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項跟第四項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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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這邊嘛 對 下面不要嘛 OK 好 好 然後我們先看第八條 一八條就 潘委員的提案我們就申訴 那 林委員的提案啊 是不是 他說要刪除第六款 第六款跟第七款 這可能要審慎啦 第六款喔 對 呃 是一個叫BOO嘛對不對 是 以這個遠雄健康生活園區為例 他是租用國有土地 結果他呢 跟苗栗縣政府定的這個BOO契約 是沒有營運期間的 你怎麼做二十年的土地 但是你的BOO案是沒有營運期間 是永久的 而且這個BOO是 他蓋好的硬體是他私人的 所以會造成這個 他雖然沒有設定地上權 但是也變形的是永久的地上權的 這個糾紛會在那裡 所以你行政部門如果要再去把那個 國有土地拿回來還要打官司耶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配合國家建設民間機構興建 擁有永久的所有權 或者是擁有的這個BOO 這個擁有這個擁有權 這個台灣裡面也沒有執行過啊 在台灣有執行過嗎 你大部分都是BOT 然後最後幾十年的經營權 然後移轉回來 那我們的BOO是永久的擁有權 在台灣有用過嗎 有需要嗎 你可不可以舉一個例子 報告委員 那個最後的擁有的話 還是要看他的土地時間 譬如說土地本來你租20年就20年 那日月潭那個攬車也是一個BOO的案子 當時是行政院也只有核定他 土地只有30年的時間 那BOO跟BOT有什麼差別 那個T是要轉移回來 T的話是你這些設施要歸政府所有 歐是owned就直接擁有 那直接擁有是他可以拆掉 拆無還地 就是拆無還地 沒有啦拆無還地 說得真好聽 這owned那個拆無還地 但是他因為土地要還給政府 他土地要還給 沒有啦 還是契約裡面有 當然元雄那個案子是個案 什麼個案你要包庇 你一直包庇喔 今天是因為我在下面審法案 我就要不然我就上來質詢了元雄那個個案 那個真的是一個個案 我們也看到他真的是沒有訂 你那個BOO不要硬拗成是說財無還地啦 BOO怎麼會是財無還地 BOO的英文是 Build Operate and Own 對啊就變成他建的 是要去做財無還地 要不然你改作財無還地 我就給你通過 因為奧是他的擁有建築物 建築物的所有權 地上權的所有 地上權的永久擁有權 那如果是民間的 民間私人的土地的話 那就不是財無還地啊 奧是永久的 地上權的永久擁有權 在這裡BOO跟 比較BOO的研議來講 為什麼BOO BOO應該是沒有土地問題的時候 才准理BOO啦 有土地問題的時候 你都要BOO 最後那個Owner 我建築的Owner 回來綁那個土地的Owner 土地Owner是回來反政府 但是你不能用 因為建築是我的 誰敢去碰那個土地 到時候你還乖乖的 那個土地還要繼續延長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這個就是被綁架的嘛 這騙人民嘛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 這個土增加 BOO是沒有土地問題的時候 才可以BOO啦 土地糾紛啦 我們地上權糾紛的困擾而已 有土地問題的時候 不能有BOO啦 不然就 這個不要啦 這給錢加困了而已啦 但是還是有一些是民間自備土地 不是跟政府租的啦 那都弄清楚啊 對對 如果委員提的那個部分 等於就是說 我們這個 民間自備土地 對如果像他這種 跟政府先租有土地的部分 那如果這政策上面說 會剛剛委員提到 就會他有地上權來綁架 土地的這個承租或是 設定權的這種情況之下 那我們可能在後面的作業裡面 民間自備土地 對民間自備土地他自己的土地 自備土地來做公共建設 你有聽過這樣的 自備土地來做公共建設的嗎 如果今天像有些市場用地的話 因為當時也沒有 沒有徵收的公共設施保留地 現在就有一些就是他 提出來是自己來弄啊 自備土地來做公共建設 對對對就是土地是私人的 他去整合起來 或是 或是原來的私有土地的部分 那剛剛委員 關心的是公有土地 國公有土地的部分 那如果是 那你定一個施行系則 排除國有土地 這樣子合理啊 因為國有土地 你地上權的永久使用權 國有土地是有期限的租權 結果你從地上權的永久 永久擁有權 然後要來綁我們的 國有土地的永久租賃權 等於是變相的永久使用權 這樣子佔盡國家的便宜 不要啦 所以你要排除國有土地 應該是說正面表列 只許可於自備土地來的 請問一下 你們這個先想一下 還有第六條之一請 那個財政部是不是也研究一下 因為我們沒有第六條之二 所以我們要併成一條 看那個文字上怎麼修正 好不好 怎麼樣加進去 兩個版本把它 對 因為它沒有十六條之二 你懂不懂意你的版本 併到第六條進去修 因為這兩個概念是差很大 沒關係 就讓它去整合看要怎麼處理 你的部分併到第前一條 可能概念比較類似 對沒關係 讓他們去調整一下 因為就是沒有一個新的 沒有辦法第六條之二 所以呢就讓他們去研究一下 怎麼樣把那個精神文字 把它放進去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看 剛才這個第八條的部分 也請他們先想一下 怎麼樣把大家概念那個放進去 好那但是我們這次修法 我也想要藉這個機會 釐清一下 剛剛講所謂的自備土地 初三師現在在包庇遠雄就是說 遠雄明明就是拿國家的土地 租國家土地二十年 然後呢 初三師說 只要不是依促餐法 去承租國家土地 都算是自備土地 他就取一個巧門 我趕快先去租賃國有土地 租好了就叫他 叫做法律 初三師就包庇說 這樣子就叫做自備土地 這不行喔 要自備私人土地 所謂自備土地者 是自備私人土地 這個概念要講清楚 不是說我自己去租一塊國有土地來 就叫我自備土地 這胡說八道嘛 他現在包庇遠雄就是這樣子包庇的 你亂講你自備土地有搞亂搞 什麼叫自備土地 因為他是依照其他的取得土地 今天不是包庇 因為他是先取得土地才來提案 那他的土地是國有的還是私人的 國家的土地還是私人的 我比較建議就是說 剛剛委員如果對於第六款 就是那個VOO的部分 是不是我們可以 自備私人土地 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調整 就是說為配合國家政策 由民間機構自備私人土地 並投資興建 擁有所有錢 並自行為優 加上自備私人土地 對 一定是 我現在在這裡也希望司長你一併釐清 所謂的自備土地 絕對不是去乘出一塊國有土地來 然後叫自備土地 過去沒有未來是這樣的 但過去現在加過去也一樣是這個概念 自備土地不要硬拗著 你不要胡說八道 你還可以講 BOO的O是叫拆屋還地 你要胡說八道 自備土地說自己租來的 只要不是依據那個去租 處參法去租的就叫做自備 這個都硬拗 我想我們是同意委員的 是不是剛剛就要不建議 同意委員的你就要這樣做 你不能包庇遠雄 我沒有所謂的包庇 這個不能 不是不是這個我想說 他有他當時立法上面的目的 當然就會有人講說 我是不是可以先取得公有土地 以後再來 所以你知道你們代務職責多久 我這部法令是上一屆 我這個法令是六年前提出來的 爸爸委員六年前我還沒在這個位置 我過來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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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有看到委員的版本 我們真的很認真 我們很認真的在看 今天代務職責 我今天才來稍微討論一下 然後碰到遠雄還不想包庇他們 沒有包庇他們 好啦繼續 我們第六條我們再念一下好不好 配合國家政策 由民間機構自備私有土地投資興建 然後呢 市長 後面一樣 後面就一樣 好 那我們就照這樣通過 第七條還是維持 第七條還是維持 好 好 那我們看第九條 我們就照修正通過 第九條 西班牌還有公園 不是他還有那個委員要把國家公園 跟國家風景去排除 好啦 我告訴大家 我知道國家公園 國家風景特定區的 我是要排除 為什麼呢 這個是具有壟斷性的景觀 這是一個市場壟斷性的問題 國家公園內別人都不行 只有我可以 這個是特許壟斷 那這種東西 那個都求之不得了 然後還有人 還要拜託人家的BOT 沒有 財團都基於已經許久 壟斷性獨一無二 誰拿到誰賺誰賺到 所以為什麼講說國家公園 和這個國家風景特定區要排除 我第一個壟斷性 第二個 整個觀光產業 在一個特殊獨一無二 壟斷性的景觀景點上 它絕對是一個市場上 絕對保證賺錢的 而且更何況觀光業 旅館業 其實沒有觀光啊 就只有旅館業啊 旅館業的市場機制多成熟啊 成熟到大家都不用靠BOT 大家搶著好景觀要去蓋 所以這個東西排除有什麼困難 其實我是覺得大刀闊斧的改革吧 台灣有哪塊好的景點說 財團不想去蓋 我們要拜託人家來蓋 沒有 現在事實是 大家都希望不要蓋 不要把我們海岸線給遮住掉了 不要在我們國家公園裡面蓋旅館 不要在敏感地區裡面蓋旅館 大家想的是這樣子 真正的事實是這樣子 你現在這個法條 你如果不修正 現在的法條的意義就是說 好的景觀拜託你來蓋啦 我怕人家不來開發 我怕人家不來蓋 所以我要促餐 這不符合事實啊 所以其實是應該要排除掉的 排除掉是旅館業是一個市場成熟的機制 國家風景區國家公園是一個壟斷性 景觀壟斷性的獨一無二的好景點 大家爭先恐後都要去了 當然啦在國家公園裡面 當然國家公園是以保育為主 當然不能有太多的開發行為 但是國家公園裡面有其他機構的土地設施 像墾丁裡面就有下都啦 或者退府會的武林農場 在雪霸國家公園裡面 那我們自己的 現在沒有新的開發案 國家公園 但是呢它有OT案 就像那個部落灣太魯閣了 它以前就一直是OT 但是沒有說增加建築物開發是沒有 當然所以假如說其他的機構 甚至林務局 或說其他機構都沒有一間 好你這樣講我告訴你 你們現在都沒有BOT案了 那也是本人去提案要求禁止的 第一個 第二個 OT案不一定要適用促三法 採購法 一般的政府採購法就可以用OT案 就可以委外經營了 也不一定要適用促三法 可以嗎 看促三是這個 這個我不是很確定 對嗎 委外經營用採購法就行了 是 跟委員報告 那第一個就是當然 因為促三法是通案立法 這大概裡面把某一個特別的地方 排除不適用 是立法上面體制是覺得有點怪怪的 第二個 那這個部分其實不管國家公園法 或是國家公園或是國家風景區 它本身就有國家公園法 還有發展觀光條例 或是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 的一些法令上面的開發審查 而且還受到環評水保三坡地 這些的一定的審查的程序 事實上那個都還是要按照相關的法令來做了 並不是說今天只有其他地區的 也涉及到環評的 還是要依照環評來辦 所以我們是比較建議說還是不要特別去把它排除 所以你講完了兩點 他說特別排除這個國家公園這個區域 怪怪的 第二個 反正國家公園法有開發審查嘛 你就這兩個主張嘛 那我告訴你 國家公園現在所有的BOT案都沒有通過的 那如果都不會有通過的 我們為什麼要再開這個法 第一個 第二個 剛剛他們也講實務方面只有OT 不會再有BOT 不會再Build 這種狀況裡面 我們一般採購法就夠 好 我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什麼叫做特別立法 把國家公園排除是怪怪的 事實上我們 第三條所講的是哪些東西是可以放進來 這個是正面表裂的 本來就是正面表裂 所以在第三條裡面把 把這個 觀光油氣拿掉 觀光油氣整個Lab也拿掉就可以了 所以不用特別 不用特別框一個國家公園不行 沒錯 那為什麼講觀光油氣不要呢 觀光油氣我們回答我們各位 難道台灣的觀光油氣產業沒有成熟的市場機制嗎 事實上是非常成熟了 剛剛他講的下都我都不好意思講的 那個圖利啊 那個約啊 我知道是領務局 所有的約的簽訂 合約的簽訂 因為以前的促三法非常的不成熟 合約的簽訂 權利金的約定 還有整個開發上的這個衝擊 大家都詬病已久啊 只可惜是因為你們約一簽就三十年 所以我們才沒有辦法忍痛在那裡 不要把這種 本來就是一個負面的教材還拿出來講的 好像津津樂道 不能有新的BOT案 這不是被你們凍結掉了 所以國家公園內政部也定了一個 就是國家公園範圍內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的一個處理原則 他有被你們停廢止掉了嗎 沒有廢止 所以我們都會按照那個審核 只要新的案子都要經過環評各種 所以應該是還好了 而且我們國家公園自己絕對不會有BOT案 就是說其他機構 其他機構在國家公園範圍 像領務局是大中 他很多在國家公園 這樣子政府就不用再花錢 這個其實講得好像很好聽 那如果你會賠錢不願意投資 那誰會去接這種賠錢貨 他說我送他兩個架裝 第一個架裝叫北門的商業區 給他蓋商業大樓 第二個架裝在阿里山上 獨一無二的蓋一棟 400多房的阿里山大飯店 結果這個BOT案打官司很多年到最後是解約 因為他們簽約的時候還簽說來每年天 天然災害的損失我還要幫你賠償你 幫你補助八成 然後呢阿里山的森林遊樂區的門票也讓你收 然後那個送到那個大樓 讓他去蓋大樓以外 但是後來卡在那個山上環品不通過 旅館不通過 然後又遇到那個天然災害一來 每年都來 結果那個紅都公司說 哎呦真的要賠錢耶 真的要花很多錢去修 後來再算一算說我錢都還沒賺到 結果要先賠這麼多 結果他擺爛不修了 擺爛因為擺爛所謂擱置 結果擺爛在那裡才說好吧那我們解約 他說解約你要賠我錢 結果後來他說打官司 後來才這樣子才解決那個爛攤子 我的意思是說真正國家需要的是什麼 是市場性低的要有人來投資 是這個負擔大的希望有人來分擔 當然給他一點私益一點小會 附屬設施多一點 但是呢事實上如果真的賺不了大錢的 到時候他接不了他就擺爛 筆筆皆是都是這樣子 那他現在願意接的爭先口號要做的 都是肯定賺大錢的 既然會肯定會賺大錢 我們幹嘛要BOT出去啊 好 你毛利三門票不會自己收嗎 我覺得剛剛那個例子都很好啊 那我想對這個部分 因為我想我們就不要先做排除 就像林委員講 今天我們可能細攤啊 沒有那麼快我們將來也希望啊 下一屆我想林委員一定會進來嘛 我覺得就是再把它定細一點 美國很多東西是定的很細 因為我很細就比較不容易有問題啦 好 那我們到時候這個部分 我們再 這個爭議擱置一下 我們就給他通過 好 那我們現在先把它佔割好不好 我們先看下一條 我是說這個地方 我同意保留這個地方 我個人保留 你們通過 我覺得我的兩難是 我認為這個法 有修一點點都比沒修還要好 我希望如果今天可以通過 我們當然是完成三讀 有修正的 比沒修正還要好 如果為了這個地方卡在這裡 我願意忍痛 是這樣子 那個我最主要是這樣 就是你剛剛那個講法跟擔心齁 其實我想我們大家都有共同的這樣感受 這都OK 我們會支持 但是原來的案子裡面 在你的修法裡面 如果沒有六之一 就是你現在六之一的部分 我可能那個擔心會更多 但是因為你前面有六之一嘛 你不是現在條文修正 像我們剛剛已經討論了對不對 那個六之一其實很重要 因為他有可行性評估 包括一些要求嘛 所以如果他公益性不夠 他就不會過啦 所以我覺得其實兩邊配合 你這個部分其實就不用那麼擔心了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就照那個修正通過 我們看第九條 好 那第九條叫那個 那第九條之一 那也照那個 我提案通過 第十一條 好 你說 各位委員好 我是公主委員會代表 有關第六 第九條之一 這個第一項有提到 這個主辦機關得於營運期間 依民間機構的服務績效付費 那適用於採購法 現行是適用採購法 那如果促倉法這邊把它加進來之後 那依照促倉法後面的48條是說 它是不適用採購法 那就會變成說要 以後要適用促倉法 那適用促倉法之後有一個困難的就是說 依照我們現在跟外國簽訂的這個 政府採購條約協定 如果適用條約協定的案子 必須要依照採購法來 那會變成就是說 現在適用採購法的案子 以後挪到適用促倉之後 那它變成門檻進了以上的 一樣要適用政府採購條約協定 那適用政府採購條約協定 又變成要回頭適用採購法 所以會變成兩個法的一個進和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是建議就是說 委員這邊是不是可以再審慎的一個考量 謝謝 那是啊就是說如果您要回到採購法 那這個很多促倉的一個方便性就又沒了 對不對 是委員說的沒有錯 如果適用採購法 那個促倉法一些優惠的條件 就會不適用 那我覺得最主要採購法 我覺得要全面也檢討了 採購法要全面檢討 包括委員那個立法院其實也有決議 我們採購法這個也正在 對你們趕快要全面修 對對對那我們是建議就是說 現在在還是適用採購法的這一部分 這個第九條之一 我也能夠再審慎的一個考量 如果放到促倉法進來之後 以後他門檻進了以上 要適用條約協定的一個案子 他又回頭又要再去適用採購法 那就會變成就是說 機關辦理這樣子的一個案子 是變成小案子 可以適用促倉法 那達到一定金額以上的 又必須因為要適用 政府採購協定 而又變成要適用採購法 那會變成法令的一個禁合 具體要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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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可以不要修 是 好 那司長 司長你說明一下 是 西委員講的是 就是這個案子 其實討論過兩年 也歷過前主委 陳振川主委 都已經做決定了 然後現在又回到原點 以前陳振川在當主委的時候 已經都決定 是用這樣的一個 是 好 那我們這條就先不修 不予修正 好 我們看第十一條 主席 這個 初三是不同意我的意見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很多的 初三的這個契約定得非常的不明確 所以我們希望契約應該定得更明確 越來越好 所以到時候避免這個訴訟 或者是仲裁 那我新增的狀況裡面 也包括公共建設所提升的 公共利益項目 及成果評估機制 或者是你的用地及設施的取得 交付的範圍及方式 那我們剛剛講到這所謂的用地 你到底是自備私有土地 還是你去承諾過土地而來 什麼叫做自備土地 這個東西 放進去應該是有益無害吧 然後履約保證 到底雙方要怎麼約定 我們講是強制一定要放進去的 然後像劉正宏去跟那個遠雄簽約 連營運期間都不寫 營運期間連寫都不寫 這個就是永久的這個 永久的營運權 是不是類似這種狀況 我們現在已經發現到的問題 然後修正進去 要求契約一定要明定進去的 我們盡可能 我們盡可能 你初詹師你出來講 哪裡是做不到的 否則的話是不是 部長應該要照我們的修正意見通過 哪裡是做不到的 報告委員 我想說當時定法的部分 第一個是前面這幾 包括潘委員這個版本的部分 是共同的事項 那因為不見得所有的合約 都剛剛 林委員所有的合約的部分 都要有這些事項 因為剛剛特別提到過 因為促參從大的VOT案到小的OT案都有 所以當時立法的時候 是把必要的條件內 全部用法令規定 那其他的就是由我們 這個行政機關訂定 我們現在已經有VOT 所以你同意嗎 我們有四個契約的標 你是認為大小案子的差別 對 那我們就放進去 小案子沒有就當然可以 因為法有規定你一定要這個條紋 契約一定要有這個條紋 就是你小的案子 就把一些可能不需要的條紋 都放進去了 然後就會產生這個 以後在執行上面有困擾 那我們今年度已經四個契約的標準本 對嗎 我記得我去租屋啊 我們去租房子不是都有定型化契約嗎 我們遇到就是說 我們沒有雙方不想約定這個事情的部分 我們就寫清楚說這件事情 不在約定範圍或是不用約定 但是你這樣訂上去會有困擾嗎 對 請請在企業跟法律規定 對 對 這在講的是說 這個契約應批展的事項 我們四個契約標準版 都是今年度全部都修完了 修完了 對對對 所以剛剛提到過很多 那是不是說如果你認為 我們跟你不一樣的那些差異 我會再來修契約標準本 你要放入到你的契約標準版本裡面去規範 因為我們契約標準版就是 剛剛委員聽到 就是那幾個案子發生以後 我們就趕快去把它修 好 一定哪些條文一定要 有些哪些條文是你可以做選擇的 那這裡面有一個就是說 為符合公共建設的公共利益 而進行契約變更的要件 也要放進去 契約變更的要件 那個法律本來就規定是 有違反到公共利益的時候 沒有 我的講法是不一樣的 違反公共利益 但是有時候是為了促進公共利益 而要進行變更 是 那個是變更的要項 那個在我們的施行規則 不只是違反 當它抵觸到公共利益的時候 就要修正 第二個 第二個 當有時候我們發現 要促進公共利益的時候 也可以修正 這也要放進去 都已經放進來 我們有企業變更的一些 基本的條件 還有一些除外形勢 不可抗例這些等等 好 那我們就照修正版本通過 第十三條 照潘維剛 好那我們現在看第十三條 那也照那個潘維剛委員 這個提案通過 第十四條 主席剛剛有講就是說 林淑芬委員的版本的精神 這個促三司要納入他們的 對 他的那個契約 契約範本裡面去規範 要不要做一個 要做成一個主決議 沒有啦 我們的審查意見就是做成一個附帶決議 林淑芬委員的這個版本裡面的契約精神 要納入到他們契約範本 契約規範裡面去做規範這樣子 我們做個附帶決議 那你在這邊喔 你在這邊喔 你在這邊 你真正通過的法律是修正版本 對 但是這個沒有沒有通過的這個法律有參考的價值 所以如何在說明欄 把這樣修法的經過這邊立下去 比優附帶也好 因為他說他現在的契約裡面都已經包含了 對 你們喔 就是說 法律沒有規定的你們限制人民的義務可以嗎 你可以在契約裡面這樣去規定人家嗎 那個因為你跟委員報告喔 譬如說剛剛委員的第一個講到公共的利益 跟這個什麼成果評估 這個在我們的契約的那個開頭的地方 都要講說你為什麼要辦這個案子 在契約裡面要講契約的目的是什麼 契約的效果是什麼 契約想達到的目標是什麼 然後像有些績效到底要用什麼評估 那都是在契約裡面去做一些規定 但是有些簡單的案子 因為就沒有說 你小小的一個用詞委託 對 文字上如何把林順委員的這個版本 你認同的 但是事實上不用立法 已經在你們的這個契約 文件裡面主動會 主動會包發在裡面的 這個文字 有一個紀錄 萬一 萬一以後再質詢的時候 請他們那個想一下寫成文字我們再來看一下好不好 就這條先戰歌嘛好不好 就把那文字就是看怎麼樣在說明裡面把它再把它明確化一點 他是寫了 他是寫了 他就寫說 委員所提項目均已納入本部 含班之各類參與方式之公告 招商及投資契約參考文件 主辦機關 得案個案特性參財運用 這個把林順委員的那些項目 文字提到分明來就好 你跟龍子說 你那紀錄的我都有 那紀錄的地方 你叫不去 是不是 所以文字才能摩到我們 就是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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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林委員齁所提的修正條文 那些項目 事實上 財政部的解釋 說明已經說 在你們的投資企業參考文件裡面都有了 那都有了 是不是百分之百符合 林委員的所提的 我們現在就把林委員的這些提的項目 移到說明人來 所以 我建議 參財運用後面兩點 兩點以後 把林委員的這些項目就移到說明人來 你們不費工夫 但是以後就有根據 我是贊成 我贊成把徐委員的這個所有的精神放進去 所以我想是不是請他們文字 因為如果診斷拿那個說明有點太長了 沒問題啊 這是一次封城 那是以後 應該有技可可 因為他把原來的款式 多多變進來 原來的電型條文也放進來 而且款式完全變掉 對啊 像我們現在第九款 他弄到十六款 我想委員應該還可以繼續擔任 還可以繼續監督我們 我們先把那四個契約的參考本 送到委員辦公室 因為那個部分 一個法令定好是十五年以後才第一次要修 還不知道能不能修成 我一個法律的修正案提出來 六年才討論一次 雖然會連任 但也不一定能被討論 這個我想喔 部長坦誓說條路都亂掉等等 但是文字問題 不會去 不會因為這邊的說明欄去A數到 你起法條等等 事情去都不會 所以這個參考而已 你就把它挪過來 如果不衝突 除了有衝突 除了他提的這些內容 跟你其他要執行的 具體事項有衝突 那挪過來就會出問題 那如果沒有衝突 挪過來有什麼關係呢 管他條字不一等等 那無所謂 因為這是參考價值而已啊 好 那 我們就請他把那個 稍微就整理一下 好不好 就把 我們現在說明的第三 就這樣寫嘛 委員所提項目 不要講捐譯嘛 將 全部納入本部韓班支 就好了嘛 有沒有 不要捐譯嘛 捐譯好像是沒有檢視啊 我們就將檢視 全部納入本部韓班支 各類參與方式的公告招商機 投資契約參考文件中 就是項目全部納入嘛 這樣就 就改 捐譯就改為全部納入嘛 好不好 我們就將全部納入 我們就檢視 但是 我的意見就是說 林委員的這些具體內容 在以後的 這個要來看通過的條文 跟說明欄的時候 因為說明欄會永遠跟我們通過的條文 附在一起 你現在說明欄只是抽象的 籠統的說 委員的提案 都會納入 但是委員的提案 內容事實上怎樣 以後就沒了 以後就沒了 所以這個時候 你把他的內容 就挪過來 不衝突嘛 不要怕文字長嘛 文字長也是 我們這個檔案的進入問題 我們普通也不會去用它 也不會去看它啊 這樣子 不是那個學委啊 我就說 請他們整個文字研究一下 為什麼 例如風險分擔 兩邊都有了嘛 就不必再納進去了 你不好意思 就是說 對對對 就請他們先整理一下 好不好我們再來看 所以我說佔割嘛 對對對 他先佔割 然後他到底哪一些 要放哪些不要放 哪些是核心的 好不好 請他稍微看一下 好 那我們看第十三條 好 那大家如果 有沒有意見 第十三條 沒有意見就照 潘維剛所提的 這個修正條文 第十五條 第十四條 我們 都一樣 那我們可以照 林淑芬的 你看一下好不好 我們就照林淑芬的 好不好 好 就兩個 好 那這樣 那我們再看 第十五條 好那就 照 潘委員的意見 第十六條 跟兩位委員報告 那第一個就是潘委員這邊是我們當時 他市場正常交易價格是一參考土地徵收條例的用詞 因為當時是用一般買賣 那另外就是林淑芬委員裡面有提到的就是 這個 最後面有一個就是民間自行規劃申請 這個不適用 因為在第一段的文字裡面就有講 這個是 且該土地為政府規劃 舉辦政府規劃之重大公共建設所必需才可以 所以他前面在第一項裡面 條文已經有講這個是政府規劃的才可以 所以沒有民間自行申請的是不適用 所以後面的最後一段最後一項是可以不用定 好那就照潘維崗委員的這個提案 好不好修正通過 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好 那我們就照 因為林委員那可以嘛 對不對 有沒有哪個文字要 是照林委員的部分 那後面那個國有財產法二十八條這個部分 那後來我們去查了一下 因為他本來就是要暴行政院同意 所以延長的法令條文是沒有漏掉這兩個 所以其實那個 這個國有財產法二十八條 跟地方公產管理條例 這幾個字是可以不用增加 就是 就只有增加委員想出其他法令令有規定外 這幾個字 好那就照那個剛才司長的那個 好不好修正 照林委員 照林委員好不好 然後把他修正就好了 中間劃線的那部分不要 中間劃線的那部分不要 其他就照林委員的版本通過 好不好 中間是說那個 潘委員版本劃線的部分拿掉 潘委員中間修正的那個劃線的 對 你也有 我們兩邊的 我們就那個地方拿掉就好了 好不好就照你的版本 修正通過 好 那我們第二十七條 因為我們兩個都刪除 我們就照我們兩個人的共同版本 通過 好 然後第二十九條 第二十九條 林委員 好是不是請司長說明一下 因為當時立法的時候是 如果他的自償性不足的時候 如果政府有報行政業同意的時候 是可以投資其建設的一部分 那林委員的意思是說 我把這個 政府投資的部分拿掉 只有在後面營運的時候 給予補貼 然後再投資企業中載民 那因為最主要 所有的這個 當時自償性不夠 是在興建期 如果興建期都還沒有 都過不了關了 後面當然就沒有營運期 所以我們是還是建議 依照維持原有條文 這邊有漏洞 這個就是有漏洞 所以我才提修正 就是說 為具自償性的專案 因為這個通常是在這個 自償性比較低的案子裡面 那政府想要做的話 那你如何讓廠商說賠錢的生意 他也願意去做 所以我們大概會講說 要給他專案的融資這樣的一個誘因 可是我們知道就是說 也有人拿到融資以後就不動的 就是我講的專案融資以後不動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政府什麼時候資金再進去 或者是政府協助的融資 什麼時候再進去 我們是希望他 看他蓋好了以後 真正願意做 他是真的有心要來做 然後他開始營運了 按照營運的這個狀況 採取這個英國的PFI模式 就是影子費率的機制 然後才由這個專案融域給予補貼這樣子 那補貼的方式也要在投資契約中明定 那確保雙方的權利義務 以及真審的公平性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確定 就是說這個公共建設是會真的被執行的 而不是這個拿了融資通過以後 胡搞亂搞一通做到一半倒了 你怎麼辦啊 我想這個方向我們是支持 就文字上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先講一下 這邊製造的漏洞很多 因為如果是怕官商勾結的 這邊就是一個大漏洞 為什麼變成說政府認為他沒有經費 政府認為他投資資產率太低 結果讓民間進來 那民間進來照樣的資產率不足 照樣的這個經費有問題 這個時候反而反客為主 變成這個VOT商他是主 然後政府反而要配合他 保證他一定會建設完成 但是缺錢我幫你補 所以我變成你的股份股東 這個本末導致喔 那就是高鐵模式啦 那真的應該做法是什麼樣 可以30年不足的話 他攤體50年 就沒有投資金有不足的問題 因為風險最後是怎樣負擔的 但是你跟他投資以後 他變成拿公庫去減少他的風險跟負擔 這不合理啊 違反VOT的基本精神 我沒有導致 對啦就是說VOT的精神是因為 政府沒有資金 民間有資金 所以資金充裕的狀況裡面 引進民間的資金來蓋 那現在就是說那我們賠錢也不要做喔 所以我們要告訴你說 你先拿你的資金出來蓋好了 我們會開始營運後開始補貼 就是以高鐵為例 我們本來以為五大原始股東的資金充裕 應該是說引進他們資金來蓋好高鐵 那不要讓他們賠錢 所以我們要進行補貼 結果不是 他們都拿著政府的這個VOT案專案融資 都自己也不拿錢 靠著自己的融資 然後再拿這個高鐵的這些東西的設備 再去融資再抵押 然後壓著政府壓著銀行 壓著人民非給不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剛好是為了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本末導致的問題 確保民間是真的有能夠出資能力的 你再來辦這樣的一個促餐 但是不能讓人家有出資能力 你要讓人家蓋好要賺錢啊 所以我們要讓他營運之後 真的蓋好了之後 我們開始補貼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照林委員的這樣通過 可不可以 沒有意見我們就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 好但沒關係 高鐵就是這個最標準的模式 沒有我們看第三十條 第三十條我們是不是也是照林淑芬委員的提案 但是呢把它修正為提報為民意機關 好不好就這個部分修正 就照他的提案 那我們現在看第三十一條 只是機關名稱改變嘛 好不好沒有什麼 照共同提案通過 照你們那個有什麼問題 文字應該是在最左邊的那個嗎 金管會的名稱嗎 對 可是我跟委員配備報告一下 我們這個是在受信條件部分 給他一個豁免啦 不過理論上我們不是直接主管公共建設 其實理論上我們在處理的 好的 理想上應該是會同主管機關啦 否則如果真的不要那樣改 我們還是行事程序上 我們還是要先洽相關的主管機關 才能夠做決定 不是我們直接能做決定的 特別要跟各位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金管會怎麼可能了解 每個建設它到底是不是重大到 需要去排除受信的這些規範 好 那對這個部分 市長是不是說一下 這個部分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第一個那個重大的部分 是在所有案子一開始 各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定的時候都已經看說 它是不是重大 它已經有定義了 那所以它這個部分 事實上是說最後還是經過金管會那邊 中央部會其實它在 辦理的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核定了啦 所以沒有經管會所提的這個問題啦 那因為這個部分 最主要是配合那個 銀行法的修法 做的條文的一個修正啦 那我們就照這個 潘委員提案通過 那第31條 現在我們看第33條 好 33跟34委員是說 只能在那個營運期的時候 才可以公開發行新股跟這個 這個就是發行公債 那因為這個最主要當時我們考量是說 沒有特別限定在那個時間 因為就是剛剛講 興建期的時候它反而是需要比較多的資金 這時候去公開發行新股 當然委員會講說 它會不會私募款了以後就不蓋了 然後造成這個部分 我想這個當然都會有人那個部分 但是立法的時候 最主要還是最考慮到 興建期的所需要的資金的一個來源啦 就是說在那個 英法海峽隧道 它在興建期間就公開發行股票的經驗 那它看得出來就是說 2007年特許公司因為破產而進行財務重整 那原始的這個股東權有就遭到大幅的稀釋 造成很廣大的投資人的重大損失 那事實上以台灣高鐵為例 當然它是營運後 它還是一樣有發生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風險在營運前跟營運後都是一樣的 但是呢 有一點不太一樣就是說 我們促三不是基本上你必須帶著充沛的資金來啦 怎麼會變成是說一開始你就要募資了 代表你的資金也不是很成熟啦 那你或是說你可以允許它募資 那要募資要怎麼個框線多大的比例 才能證明真的它是有能力的 我覺得當然是成熟一點 你必須很詳細很仔細的去做各種推延 那完全不修也不是很恰當 那修程說只限於營運期間公開才能公開發行 好像資金上你們實務上有一些困難 到底要怎麼修齁 是不是要有沒有其他意見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大概像招商的案件 會先在這個招商公告的時候 就有一個規定 它自有資金的比例跟這個融資的比例 那現在大部分都是至少自有資金要四成 然後融資六成 對 那這不是這麼假寒嗎 那些是融資不能 公開募股 自有資金 那先把總預算灌水啊 總預算灌水 然後就可以把自有資金 誰知道到時候怎麼弄 自有資金以外 你需要融資 但是融資讓你有彈性 透過公開發行募股 還是透過借貸 你現在開放說這個融資的部分固定了六成了 自有資金它又可以去募股 這個融資金 這個融資金 這個融通太大 這個融通太大 怎麼樣比較那個 就是我們先擺著 到時候呢 即使我們修正也是照林委員的意見嘛 那我們看看怎麼樣 這個你用公開募股的百分比 不能超過多少 對 就看看怎麼樣就是 但是不完全照我的版本 但是就是你修正一個比較負責任的 最怕什麼呢 最怕就是說 他完全不花自己的錢 錢全部都從銀行 從銀行搬出來 從招募募股裡面 從別人身上拿出來 所以這個經營有道德的風險 沒有啊 那你說明一下好不好 那個 不講 就是這一條是想發行資金 沒有談自由資金的問題 那這期間要 他發行金股要 一開始給他發行 還是銀行行 對 發行金股要什麼時候 要什麼時候 那自有資金就是沒有法律沒有框 就是我們也沒有法律 可以去框定說必須自有資金多少 這個還有關係啊 你自有資金是像大動物質的 你所謂自有是站在政府的立場說 不是你自有的 就剛才你說的自備土地 或者自備土地的幾年 是原先就租好的 是租過來 沒關係 我們這個先暫時保留一下 因為他說不在這一條 我們看看後面還沒有相關的好不好 先暫時保留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看一下第35條 好 那就照我跟林委員的意見 好不好 那我們先看第36條 好 那就照我 潘維鋒委員的意見 委員不好意思 那個36條 因為後來我們財政部相關的稅付單位 我們有開會討論 就是委員的版本 那那個我們本來要訂一個第40條之一 後來因為不同的稅 它的租稅優惠的對象不一樣 然後它的那個程序也不太一樣 如果我統一把它規定在一條裡面呢 就會產生到時候某個稅法修正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 所以比較建議就是 把那個一本法第40條之一 之這幾個字拿掉 然後其他的就 然後補角還是維持 對 維持還是維持 好 就施行期限補角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照這樣的修正 通過 三十七條也是 三十六條 三七條也是 也是一樣 就把一本法第41條之一之 拿掉 好 好 那我們就照這樣的修正通過 第四 三十五條應該潘維言的意見 照我的 因為有金管會的意思 照潘維缸委員的意見通過 照金管會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三十八條 三十八條也是一樣 因為這幾條都是相同的 都是指示那個啦 名稱啦 好不好 對 好 就是幾本法 這個幾就要了 要就是把一本法第40條之一之 拿掉 就幾補救辦法 補角辦法 好 修正通過 那我們看三十九條 三十九條也是 第四十條 對 對不起 第四十條一樣是 依本法第四十條之一之 這幾個字拿掉 四十條之一就不定了 就不定了 就不要定了是吧 是 好那我們就把四十條之一刪掉 然後四十條是照修正通過 我們先看四十一條 四十條之一 四十條之一 沒有四十一條 這個四十條之一就不於採納 不於增定 兩個都不於採納 我的版本是說 投資契約可規則於民間機構之室有 而終職者 減免這個要追繳 這個你們之前 這個是四十一條 四十條之一 我們先看四十條之一 四十條之一 四十條之一 這你們同意了不是嗎 就是沒有刪除 因為我們回歸到 各個那個法令裡面的 自治條例裡面去定了 好可以 好那我們看第四十一條 四十一條 那個要跟您委員報告 就說委員這邊是要寫 新設民間機構 那因為現在促參有一些 是比較簡單的 你原來的 比如說社團法人 你要讓他再去設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 學校的用 四十一 對四十一條 四十一條啊 我們兩個你們不同意嗎 四十一條都同意了 對照我們兩個人 我是四十五是四十一 對不起 好我們四十一條 就照我跟林委員的 這個共同版本通過 好我們現在四十六條 四十五條 四十五條 四十五條委員說 是不是容許說 不要那個 一定要他要新設一個 民間機構啦 因為有一些小的企業或社團 你他來經營的時候 你又要他再設一個 這個成立一個新的 好 是不是維持我們原條文 維持原條文 維持原條文 好 那我們現在看四十六條 四十六條 這個我們謝謝林委員 幫我們把他重新整理了 是把我們實行細則這些 這個修得很好 我們就依照林委員的條文 是不是建議 好 四十六條 四十六條 我們就照林委員 好不好 提案 通過 沒問題 什麼 我這個六年前提的 那六年也通過 六年48條之一 六年48條之一 也是這個 尊重林委員的提案 好 我們也尊重林委員的提案 是通過 然後第五十一條 第五十一條 呃 潘委員跟林委員 前面幾段都一樣 但是林委員 後面加了一個 何必要經過主辦機關 這個 我們尊重林委員的意見 好 那我們就照林委員的意見 修正通過 那我們看五十二條 五十一條之一 那就照我的 潘文綺綱委員的 這個修正條文通過 那我們五十二條 就照林委員的 你們同意嘛 齁 林委員提案通過 五十三條 就照潘文綺綱委員的 提案通過 然後 五十四條 五十四條 照潘文綺綱委員通過 那我們回過頭來 再看一下 那個 剛剛講的是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三十四 第六條之一 還有第六條之一 還有第六條之一 從前面 對 從前面 我們現在先看 第六條之一 他們的建議是 把潘文綺綱 把潘文綺綱兩項 變到第六條去 對 第二項第三項 然後把 對 就現在怎麼樣 你們可以嗎 同意嗎 好 那我們就照這樣好不好 就把我的第六條之一 修到第六條 然後把那個 林委員的 第六條之一 的第一第二 留住 好不好 變成 第六條之一 好 那我們現在看 第九條 之一 九條之一 剛剛 啊 處理了 不是 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照我的 照我的 好 不是說明來 不是說明來 不是要把整個加進去 你們修好了沒 把那個林委員的說明來 重複的拿掉 把重複的拿掉 就照徐委員的意見 OK啦 然後變成冒號 然後報告 好不好 把他的概念整個加進去 好 那就沒有 好 那再加上 三三三四 我們很尊重委員 三三三四 那個 跟委員報告 是不是可以先 容許我們 我們做個研究 因為 這種東西 你馬上就說 再引起人家抓 好啦 三三四 所以我就不表示意見的前例 是 我們今天出委員會 不需協商 好 下週就通過 好 不協商 不協商 九點都夠了 都到那邊 好 那那個你們文字看一下 就是說 你到底把他都加進去 說明來 說明來 對 說明來 對 五十一條之一的話 那是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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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五十一條之一 不好意思 等一下看一下好不好 就是我們說把你的說明 這個 都把它放的 因為有些重複把它刪掉 那些現在太久 對 那個 那個 裁判委員但是改了一個文字 把一個委託兩個字 改成一個油 好 就照你們的修正 意見通過 這邊 五十條 五十條 五十一條之一 這邊就是 第二條 委託 改成油 好 我們現在宣讀協商結論 跟它使用 對 那15cade 呃 這 沒有啦 沒有啦 委員的問題 有真jouré 沒有啦 協商結論 预算案 第一案 冻解十分之一 并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 活动宣导改善报告后使得动知 第二案不宜处理 第三案第四案合并处理 三减五十万元 第五案不宜处理 第六案不宜删除 改列为主决议 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前面检讨 第七案第八案合并处理 三减三十万元 有关于保险法修正草案等事案 协商结果如下 委员李毅林等人提案第21条 不宜通过维持宣刑法条文 委员李毅林等人提案第三十四条 一 保留宣宴会处理 行政 1946条第十四条 保留宣宴会处理 行政提案第168条 保留宣宴会处理 行政院提案第十四条 保留宣宴会处理 促进民间参理公共建设法部分条文修正查案等二案协商结果如下 第三条照攀委员提案修正第一项 其中指下类公公众使用及促进公共利益之建设修正为指下类公公众使用且促进公共利益之建设 其招案通过第四条照民俗委员提案修正第三项 为第一项民间机构有外国人持股者其持股比例之限制 主办机关得视个案需要报请行政院核定 不受其他法律有关外国人持股比例之限制 但涉国家安全及能源自主之考量者不在此限 其招案通过第五条照攀委员提案通过 第六条照攀委员刚委员提案修正 第二项 主管机关办理促进民间参理公共建设案件 以由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专业人员为之 第三项 前项促进民间参理公共建设专业人员之资格 考试训练发证管理及奖励办法 由主管机关会商相关机关定之 其招案通过 林熟夫委员提案 征定第六条之一 照林熟夫委员提案修正如下 第六条之一 征定第六条之一 主办机关于本华办理民间参与公共建设前 应先进行可行性评估 前项可行性评估应纳入计划促进公共利益 具体项目内容及以达成之目标 并以该公共建设所在乡镇邀及专家学者 地方机民与民间团体举行公听会 对与专家学者地方机民与民间团体之 建议后反对意见 主办机关如不采纳 应以可行性评估报告中 具体说明不采之理由 第八条 照判为当委员提案修正 第一项 第六款 为配合国家政策 由民间机构自备私有土地投资新建 拥有所有权并自为营印或委托第三人营印 其以照案通过 第九条 照判为当委员提案通过 判为当委员第九条 第十六条 照判为当委员提案通过 第十八条 照林淑虎委员提案修正 第一项 将第一项 计中除其他法律令有规定外 本计删除 其照案通过 判为当委员提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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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项 将第一项 集中国有财产法第二十八条 及地方政府公产管理法令等制删除 其以照案通过 删除第二十七条 照林淑虎委员提案及 判为当委员提案通过 第二十九条 照林淑虎委员提案通过 第三十条 照林淑虎委员提案修正 最末据为 应提报各该议会或民意机关 审议通过 第三十一条 照判为当委员提案通过 那句全部改成民意机关就对了 各该议会到立法院改成民意机关 第三十条 照林淑虎委员提案 各各民意机关 整个改成民意机关 好 应提报各民意机关 各民意机关 各民意机关 第三十条 照林淑虎委员提案修正最末据 因提报各民意机关 表述议在省抒合 确保 stri民意机关 第三十一条 照潘虎岛委员提案通过 第三十三条 第33条不移修正维持现行法条文 第34条不移修正维持现行法条文 第35条照庞维刚委员提案通过 第36条照庞维刚委员提案修正第三项 三处居中依本法第40条之一之等制 其以招案通过 第37条照庞维刚委员提案修正 三处第三项居中依本法第40条之一之等制 三处其以招案通过 38条照庞维刚委员提案修正 第五项 三处居中依本法第40条之一之等制 其招案通过 第39条照庞维刚委员提案修正 第二项居中依本法第40条之一之等制 其以招案通过 第40条照庞维刚委员提案修正 三处第三项居中依本法第40条之一之等制 其以招案通过 第40条 增并第40条之一不宜采纳 第二项居中依本法第40条之一之等制 第41条照庞维刚委员提案 第46条照庞维刚委员提案 第46条照庞维刚委员提案 第48条之一照临时 本委员提案通过 第51条照临时 本委员提案通过 第51条之一照庞维刚委员提案修正 第二项居中委托其继续营印 并修正为由其继续营印其招案通过 第52条照临时呼吻委员提案通过 第53条照庞维刚委员提案通过 第54条照庞维刚委员提案通过 宣读完毕 哪一个 35条照庞维刚委员提案 并修正计终金管委员等至 为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其招案通过 宣读完毕 那第30条我再补充报告下 30条应提报各民意机关审议通过 各有各民意机关审议通过 刚因为没有那个 好大家还有没有什么 如果没有的话 我这边要请问各位委员 对协商结论有无意义 没有意义的话 我们就照协商结论修正通过 针对讨论事项分别决议如下 第一审查财团法人105年度预算书案 讨论事项第一案之决议 院会交付审查财团法人 台湾金融延续院 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 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 财团法人保险安定基金 财团法人证券投资人 及期货交易人保护中心 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 及财团法人金融消费平益中心 105年度预算书案均已审查完俊 分别拟据审查报告 提报院会讨论 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时有本席补充说明 第二审查保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等四案 讨论事项二之决议 审查行政院含请审议 保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 及本院委员姚文志等17人 拟据保险法第10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 委员吕玉玲等17人 拟据保险法第21条条文修正草案案 委员叶金玲等17人 拟据保险法第34条条文修正草案案 业已审查完俊 并按拟据审查报告 提报院会讨论 院会讨论本案前 需交由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本案时 有本席补充报告 三审查促参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等二案 讨论事项第三之决议 审查本院委员林淑芬等18人 委员潘维刚等16人 分别拟据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 业已审查完俊 并按拟据审查报告 提报院会讨论 院会讨论本案前 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本案时 有本席补充说明 请问各位委员队 以上决议有无意义 无意义我们就通过 还有一个临时提案 我们现在宣读一下 宣读了没 协商结论就好了 协商结论有关理保险法修正草案 有一个临时提案通过 通过一个临时提案 宣读完毕 好 那我们本次会议议程均已进行完毕 我们现在散会 文字如有需要 这个请议事人员修正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